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下午好 就很高兴有机会就是在这和大家去聊聊这个话题 就其实就刚才我们这个外部的这个情况 刚才Bran也大概说了一下 就是我们其实现在知道 就是尤其是作为这个技术方面的这些 人才的这个成本其实现在是越来越高 那其实会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 说明这个市场上对于这些有 我们不说有经验吧 我们说有能力的这个技术人员 其实需求还是非常大的 那么相对于这些大厂能给出非常非常好的这些package 那么作为一个小的创业公司 那在这种环境下要去怎么做 一般来说呢就是 其实对从我个人经验来说 如果说你这个公司里面呢 你作为这个创始人或者说你的核心团队里面是有一个人有很强的技术背景 那么这种情况是一种思路 那另一种情况就是说我们压根这个创始团队就没有这种技术背景 那这种情况下呢 其实谈这个话题是非常非常困难 因为首先都很难去判断他的这个技术人才的水平或者说他的这个实力 所以我可能会更多的侧重于就是前者的这个情况 那么作为一个小的这个创业公司呢 嗯 其实也分两种 一种呢就是说你已经在一开始就是拿到融资了 就是那种 嗯 比较 呃 根正苗红的这样 比如你走浮华器出来 或者是 就怎么样 你有初始资金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 你团队里又有一个这个技术背景的人 那么其实就比较好 那么重点会强调在你们要做的这些东西啊 潜在的这个嗯 就是说未来发展潜力啊 然后你要再加上像期权啊各方面的这种设计 那我觉得其实这个基本盘是有的 那么另外呢 可以去就是说把你要做的这个技术上的这些优越性 能够做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描述 因为其实作为技术人才来讲 大多数人其实还是在这个工作过程中 他是希望能有提高 或者能够继续去成长 并不是说我只是来这去干活挣钱 我觉得这种反而是嗯 比较少的 那么你做的这个产品 用到的这些技术 是不是有这种发展潜力 其实这个对他们来说是有很大的吸引 换句话说 嗯 如果说在这个资金啊 或者说你在给他的待遇各方面 就是说没有特别夸张的情况下 有没有可能让他去做 他喜欢做的这些包括技术站 或者这些设计的这些方案的实现 这个对于技术人才来说 其实是有很大的吸引力 尽管啊 我们都会在讲说 哎你比如说你和一个很大的这个 比如说你像Facebook吧 那我如果去那工作 我肯定不愿来这对吧 那么除了这些很大的以外 像那些中等的 比如说我可以去bmo 我也去那做个技术工作 但是我为什么要来你这呢 是因为你去了像bmo这些地方 那么他用的这些技术 或者他的这种方案 其实你是几乎很少有能选择的权利 就别人用什么 你就要做什么 那么这一点 对他个人的这个技术生涯的发展来说呢 也是有很大的影响 那比如说他就想用开源的东西 那边就想用这个商业的这些 就这个差异其实很大的 所以我觉得在去招募的时候 那么如果说你能给的这个package 和他们的差异 不是特别大 我指的特别大 一般来说 只要不是少于50% 那我觉得其实都好讲 那么你就可以用你做的这些内容 和他自己想往的这个是否匹配 来做一个招募的点 毕竟对他来说能在一个地方 能够很实战的去做一个这个 他认为比较好的这个技术站的这个产品 对他自己是非常非常有帮助 但是会带来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说当他认为这一个阶段过去之后 那么假定你的这个发展 或者你的融资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新的阶段 那么对他来说 他后续对这个待遇的要求上升 因为他想实现自己的这个想法已经实现了 对吧 那我就想去 就是我已经实现了我的这个想法 我觉得我在这个经验上已经非常非常好的提高 就是我还是想要更多的这个回报 就是这种物质上的回报的时候 那如果不匹配也会造成他的这个阶段的流失 但好的一点呢 就是说之前的这段合作 这个时间起码是会有的 你不管是半年一年或者怎么样 那么是给了你充分的这个时间去达到 能否匹配他的这个预期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这是一种情况 那那种情况呢 就是说你就是想去做一件事情 但是你也没有拿到融资 或者说你就有一点点这个这个进展吧 但是你发现你的这个收入和你能给出来的待遇 距离能够满足他们还有很大的距离的时候 其实这一刻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因为你其实能选择的就不多 比如说能来的或者接受你条件能来的 咱们客观的去想一想 它应该是在技术能力上不太能满足你的需要 那你如果说想非要找特别好的人 人家是不一定会来 这种选择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样的 换个角度去想 你为什么要选择一个看上去 为什么钱都给的钱又少 可能调价很艰苦的 所以在这一点上 其实我的建议是就不要去花太多精力去找 特别特别所谓啊 就是这种成熟的这些技术人 因为你们之间不匹配 一定在一起就像结婚一样 就是这个门不当户不对的话 你这个过程不会特别好 也许可以吧 但是会很难 那我给出来的建议是 如果你团队里面也有这种技术人员的话 那其实可以走另一条路就是培养 这个听上去呢 其实可能也不太靠谱 但是我从另一个角度来去说 为什么这个思路是可行的呢 就是第一 你作为一个这个处境的这种小的创业公司 你资源极其有限 那么你要么快速融到钱 走我刚才说的那个场景 如果不行 那你就务实一点 那你做的这些东西啊 或者是这些东西 这些怎么样 你需要大量技术人员的时候 你就只去培养说 哎 你就做我们现在技术站内的这些 这样的话你的培养花的时间没有那么多 然后对他们来讲呢 很多人比如说他是想来做实习 或者呢他是想就是说入行 听上去可能都是要差很远 因为没有经验对吧 但好就好在现在的这个技术更迭 已经非常快了 我们如果说只是去完成工程化的这个开发 其实对于他们所掌握的这种时间的学习曲线 没有以往那么久 所以说无论是想来做实习也好 还是想来入行也好 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去让你真正接触 并且能够去真正进入到这个工作内容中来 那我觉得你比如说你花三个月的时间 去培养一个人从不是很熟悉 但前提是要有基础啊完全没基础 这个确实是不太可行 让他慢慢的能上手 能去完成一部分工作 因为其实做技术大家都知道 你在这个技术实现了整个过程中 你总有一部分工作是属于你设计完之后 就是我们讲叫体力劳动吧 就是这一类的其实是有的 那么可以把这一部分 去作为他们来去入门的这么一个起始的这么一个阶段 那这样对他来说他有实战也能积累经验 也能慢慢的去成长 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他会慢慢的和 就是你的技术团队会慢慢的会比较和谐 就是说你会发现好像我 比如说五个人吧 干了别的公司可能两个人就能干 但是这五个人他的这个配合慢慢的是成型的 对应的呢你的这个成本其实也还好 因为毕竟你刚入行你不可能需求太多 然后你的进度你的各方面的东西 它适合你那个阶段 虽然也会有风险说假如他真的很成熟了 他也会走 但他留给你的时间会远远多于刚才我们讲的这种 他只是想来去做一个这种技术站的这种尝试的这种场景 那我觉得这种在我过去的这种接近七八年的这个经历中 我发现是比较好 因为还有一层因素是 当你从别的行业进入到这个行业 并且想去慢慢的去成长的过程中 你还有一些情感因素在这里面 这一部分呢也会增加很多很多的这种稳定性 当然一个大的前提就是你整个这个项目也好 你的这个公司也好 它的发展是正向往前的 那么这一切都是可以带着动 那假如说出现一些其他的问题呢 那其实就就我也经历过嘛 那就不太好 但不太好的话 就是你在这方面的这个人缘流失的情况下呢 其实坦白讲对他对你也都是一个比较大家能接受的情况 因为你已经提供不了他的待遇 或者说他经过这几年他能找到更好的工作 我觉得这个对大家也不是一个不好的一个状态 所以对一个小的这种回到主题上 对一个小的这个创业公司来讲 那其实能选择的路真的不多 如果又想能持续贡献 至少在一定的时间里吧 他真的能够贡献出实际的这种产出 然后又能有这种比较稍微稳定 因为你不能说来回变换技术 然这个其实会带来很大的危险 那么我给出来的两个建议就是刚才这两种情况 然后额外的一点呢 我是觉得就是在交流的时候 无论是哪一种就是你尽可能的诚恳 或者说把你这个公司实际的情况啊 包括进展啊 包括对他来说 他接下来半年的发展 或者待遇变化的可能性 都尽可能的去让他知道 那么我觉得在这个前提下呢 就是说至少这个团队的这个健康度 我觉得还是会好 但千万千万要避免一件事情就是 完全大家在一个黑河状态下去成长 这个就会有很大的问题 并且如果说他待一段时间成长走了 那么带来的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果的话 后续呢 其实也会有其他的人陆续也会加入进来 哪怕他们又是走同样的道路 虽然听上去感觉这个 其实和创业公司的这个 其实有点不太一致 因为你听上去 创业公司是希望我快速融钱发展下个阶段 但话说回来 有多少公司能这么顺利的做到这一点 那如果做不到 要打持久战的话 那我说的这个可能是一个 大家可以去参考的一个思路 大概就是主要是就在这方面的话 我大概的分项是这些 就希望能对大家有帮助 谢谢 好 那那个谢谢艾斯尼 我觉得是非常的严谨一概 但是也其实我觉得艾斯尼有很多的经验 就是说有很多非常实际的东西 那等一下大家去有一些Q&A的这个环节 是完全可以提出来 我相信他会给出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些回答 那接下来就请浩阳这边来做分享 然后浩阳是现在所在的公司叫Orbicy 是吧 然后在这边做产品开发总监 然后负责产品的研发 那可能如果你关注这个创投圈的话 你可能知道就这公司刚刚这个三月份的时候 获邀加入了这个Google的加速器 现在是Google加速器第二期的一个团队之一 然后在这之前浩阳是多大计算机和统计学双专业毕业 好厉害 然后在Amazon Oracle多家公司 曾经担任这个研发主管的职位 这个简历是非常的酷炫 我觉得这个也完全可以让他来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和分享 那接下来请浩阳这边好吧 好的 谢谢Brian 那个刚才感觉有点太有点羞愧 因为好像其实创业困了这么久 是吧 就做了那种事情 但是好像也没有 目前还没有哪个是真的就是做出来什么大的名堂 就像Anthony就是蚕猫 就很多年前我已经知道蚕猫 然后那个黄 我还记得当时我在DP上面 然后旁边有一个黄色蚕猫的一个车 贴着一个磨砂的一个色 然后把我给车给抄了 然后我从那个时候起 我觉得蚕猫有很深刻的印象 那已经是很早以前的事情 所以就是 我觉得就是Anthony的经验其实其实还是相当丰富 然后他跟他分享也很down to earth 那而且尤其是包括他刚才讲到一些关于co-founder 或者是早期的这个开发员工之类经验 我其实还蛮感触的 像就找co-founder就像结婚一样 这些话我觉得真的是深有同感 所以就是就我觉得Anthony在讲的其实也特别好 那我今天呢我稍微试一下 我的内容其实可能会偏就是Anthony可能讲 Restage或者说一开始的时候比较limit resources 时候怎么去处理这个团队 那我就会稍微extend on他的这个逻辑 就是当一个团队到了一定的一个阶段的时候 怎么去scale一个团队这样子 那可能先首先了解一下大家的背景吧 然后就是我看群里面就现在在听众里面 大家可能可以示意一下就是 我看怎么说chat 就是如果有谁是有技术背景的 或者说你会IT会designer也好 或者是有技术相关的背景的 可能能在里面打个1之类的 在chat里面打个1之类的 那因为相对来说呢可能 有技术像刚才Anthony说的 其实懂技术和不懂技术 在很多事情的处理上面 还挺不太一样的 或者说他不一定懂技术 就是可能对互联网的整个行业有一点了解 或者说可能有一些同学 估计可能来到这里 是不是心里有些创业的想法 然后但是因为自己可能不太了解技术 所以可能也对今天的话题有点兴趣这样子 这个也没有问题 那我其实可以就是稍微taylor一下吧 因为我看到也有不少同学打1 但是也有不少不是打1的 所以我估计这个稍微看看taylor一下 但我觉得比较关键的是 我们后面其实有Q&A的环节 所以可能在后面的这个环节里面 有什么更具体的问题 可能会更好的去帮助大家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屏幕是吧 OK 那么就是刚才Android 刚才Brian稍微介绍一下我的背景 那其实大概就差不多 就是我是UT毕业的 然后之前毕业之后呢 在黑梅 其实黑梅是我的PY 就是我的实习 然后在那大概一年多 然后Oracle 然后亚马逊 这些是我之前工作经验 然后后来16年几 16年中吧 我从亚马离职 然后就开始自己创业的历程 那我觉得刚才其实iPhone也有讲到说 就是怎么样去找一个Oracle Fund 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很多技术上不错的人 他们可能会在亚马 可能会待一段时间 或者大厂里面会有一些经验 或者在银行里面有些经验 但是我觉得最终Drive 他们去到startup 这个路上的这些经验 这个主要驱动力 其实很多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个公司的culture 或者他自己的个人成长 我个人感觉在亚马这种大公司里面的话 虽然公司庆盛也很大 但是做的很多事情 包括无论你是SDE的级 甚至你可能是SDM就是Manager 但是总体来说 你的visibility是有限的 就是你能看到的事情 都是在一个大公司里面 说白是一个螺丝巾 虽然你是哪怕你是Manager 你也可能只是一个机器的一小部分 这个内容 然后你的机器下面有很多小的螺丝巾这样子 那总体来说 你会觉得自己可能很多事情 impact可能不一定会很直观 就你做很多事情 但是可能这个roadmap是two years roadmap 你做的事情要两年之后 才能真的看到效果 然后或者说你甚至在银行 银行第一他用的技术很旧 第二就是no offense to银行 但是that's the fact 然后第二也是银行里面 也有很多culture的问题 很多时候你想要做一些事情 并不一定就是你想要做就能让你做到 或者说有很多 politics的各种各样的因素 那所以其实很多同学可能 在这些地方经历过之后 其实可能会更希望有一些自己的impact 那所以这个时候像我的话 可能就会选择自己创业 或者是加入一些比较promising的 或者比较我很有兴趣的一些创业公司 那所以当时我就出来 后来亚马出来之后呢 后来第二个公司叫future 现在第三个公司 就overseed 然后前两个公司我都是主要做ceo的职位 当然一开始肯定也是ceo,cto ceo就是chief everything officer 扫地也得干 对不对 然后后来慢慢我到overseed之后 我就跟我的那个 我们现在的ceo就说 我现在不想做ceo了 因为ceo很烦 很多事情要干 我就想focus在technical这一块 然后所以我现在主要就是做 那个engineering 就direct of engineering 然后余子龙时呢 我在硅谷的一个孵化器founder institute 也做做孵化器的导师 还有在commercial science department 就u of t的这个计算机器 还有u of t有一个孵化器叫hattry 可能有些同学了解的 就是我在这里面也是他们的导师 创业导师更多的是从产品 或者说engineering的方向来给各个公司 或者各个stub来给一些建议这样子 那今天我只要就是可能先讲一讲 就什么时候 就是刚才Anthony讲的一个stage 对不对 那从那个stage 当你到什么样的阶段的时候 可能开始要考虑 就是scale你的engineering team 然后可能在那个阶段 其实你可能也需要很多时候去go back by step back 去想说一个engineering team 是要干嘛的 一个team究竟是什么叫一个engineering team 然后第三 我可能也分享一下我一些经验 就是怎么样去lead 一个scaled的一个engineering team 那第一个就是什么时候 是对的时候 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做开发 继续开始创业的时候想法很多 很多事情想要去做 这个时候我们可能没有摸到开发的人 可能只有CTO一个人甚至 然后有时候你可能CTO叫来两个朋友 或者反正大家朋友拉朋友 可能就有个小的故事 那这个时候当然是early stage 就是你想做什么的时候 其实largely depends on你想要做什么 但是在某个阶段的时候 你可能会真的是有一个产品 或者说你这个产品的MVP上线了 或者说已经做了很多的user research 那接下来这个时候 你的很多的产品的未来发展的方向 可能已经可以比较明确了 例如说接下来六个月 你大概能知道你的产品大概会怎么样发展 然后你也知道你这个产品可能 我们叫product market fit PMF就是product market fit 就是你这个产品有一定的市场 能够有一群消费者去用它 能够去有支付的意愿去使用你的产品 这个时候你不一定是已经达到这个阶段 因为这个阶段可能其实还挺challenging 但是你可能已经有一个路 你可能已经知道这个path to success 就是你大概知道 你这个方向发展下去是ok的 然后你的backlog里面 或者说你接下来 这个六个月里面要做的这个road map 很多的想法其实是来自于客户的反馈 或者他们的需求 不再是说我们CEO或者CTO 拍脑袋说我们今天加这个 我们明明做这个 就很多时候创业公司早期的时候 没有那么一个具体的产品的 或者说他用户量不大 或者说他没有做足够的user research的时候 可能很多的功能只能靠我们的CEO或者CTO去想象 或者说这个产品一开始就是他们自己心想做的事情 那所以他们就带着自己的想法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就会把他们的功能带进去development里面 那么但是逐渐的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去用它 或者你们收集到越来越多的这个feedback的时候 你们的backlog item 其实就是有更多的这个真实客户的需求 那么最好也是说当你们已经race了 或者正在race这个preceit或者seating run 就起码就是说500k就大概50万左右 这个funding你们大概是能够secure了之后 我觉得这个时候你们开始去考虑scale了 因为之前大概一到五个developer 很多时候像跟Anthony说了 可能是一个人来人往的时候 因为你可能CTO过来给他一些share 但是不可能每个人都给他share 所以有些人可能真的就是volunteer 或者是你可能多大或者是学校刚毕业出来 可能找工作不是很顺利 这个时候你可能可以把他招进来 给你做一些各种各样的工作 这种junior的人 又或者说有些人可能就是纯粹 对你的想法很有兴趣 但是他可能没有办法fulltime 因为你没有办法 afford他的salary 这个时候他只能part time给你做 那这些时候的时候 你没有这个资金去做这个事情 或者说你做的事情不是很确定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不需要想太多怎么去scale 对不对 但是到了这个阶段 就是大概这个上面五点 就是可能比较清晰的达到这个阶段的时候 你可能就开始要去想说 怎样去scale 尤其是你们做pre-seed 或者seeding的fundraising的时候 你们往往需要build 你们的这个funding的strategy 就是例如说我为什么要五百k 对不对 我这五十万我要怎么花 那肯定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去plan 说我太抗是什么 要招多少engineering 要什么QA有多少个 整个team是什么样子 这个时候你需要有个strategy 那这个时候你才能去justify 你为什么需要五百k 对吧 那所以这个时候就是相对来说 你还需要去想 怎样去scale 那么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当你需要scale的时候 你开始要想 就是说我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团队 或者说这个团队需要什么样的职位 在这个事情上面 那其实我们大概说到engineering team 或者开发团队 想的首先就是开发 对不对 就是感觉好像除了开发这个团队 都没有不需要有别人的 其实这还是一个挺不对的 一个mindset 我们首先可以 就大家同很多同学都对SDLC 有一定的了解的 就是我们软件开发的这个流程 那其实在这里稍微给那些 给business background的人 或者不是technical background的人 稍微去go through一下这个流程 SDLC就是software development life cycle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图 稍微可能跟 例如说你去wikipedia 可能会稍微不一样 因为这里稍微 我自己加了一点spice进去 但总体来说 从中心这个地方 就是business value proposal 这个地方就是CEO也好 或者说你的客户反馈也好 或者说想要做一个事情 但是他们想说做的这个事情 可能是第一 不一定是真的能给你带来long term benefit 第二可能这个事情它有多难 它的需要多少的effort 它能给你带来是什么 short term的intermediate 还是long term的一些benefit 这个时候这个proposal并不清晰 所以它从proposal里面 它首先会去到requirement definition这个圈圈 这个圈圈主要就是会清晰的去定义 这个功能究竟是什么样子 它要满足什么样的需求 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这个我们常说是user story 就是用户的一个故事 这个时候我们就往往requirement definition 就是负责把这些细节去落实 然后requirement definition里面 它会把这些落实的细节 发到design team design就是product design 就是产品的设计 就是传说中的UI UX 对不对 这个时候design team 我看到刚才有Kelly 应该是designer 那其实应该比较了解这一点 就是design team 往往会跟着这个需求 去做相对的用户的调研 然后最后得出来一个user research 就得出来一个user experience 的一个细节设计 那这个设计它的deliverable 就是一个很清晰的一个像figma 或者是evasion 这种常见的软件上面 它会把整个流程全部准备好 然后相对的这些assets 就是网站的什么图片 这些icon 这种东西也会全部在上面准备好 然后其实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开发的环节 那开发的时候就是肯定就是根据这个设计 对不对拿这个user story 拿这个设计 然后开发 然后写代码的人就坑吃坑吃 把这个代码给坑出来 对不对 然后这个坑出来之后 它还不完 它不能算我结束了 这个时候接下来是测试 因为我们需要make sure的两点 就是第一 这个developer写出来代码 他做的事情 真的就是我们business requirement 要做的事情 他不会出现一个情况 就有时候会出现一个情况 就是开发 他拿着这个user requirement 他的理解 因为他毕竟不是business那边的人 他可能对一些事情的理解 跟business的人的理解并不一致 那所以他可能会做出来一些事情 就是并不完全是 我们真的要他做的事情 他可能加了自己的想法进去 那这个想法有好有不好 对不对 但是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QA的一个很大的职责 就是make sure 你做的事情是你要做的事情 而不是自己最后搞了一个别的东西 然后第二个QA要做的事情 就是make sure你没有bug 对不对 所以很多时候可能很多人想QA 就是想要把那些抓虫 把bug抓出来就可以了 但其实并不是的 这个只是QA的第二步 QA的第一步首先要确认你做的事情是对的 第二步才是你做的事情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没有bug 这样子 QA完了之后接下就是lease 那这个时候就是发布 对不对 就是代码要最后发布到生产 发布到生产环境上面 那这个时候会牵涉到很多什么问题 数据的问题 因为我们每一个版本可能数据的结构 或者是数据的这个形态会有区别 那所以这个时候呢 发布的时候就要确认说 我们旧的这些数据能够被 我们叫migration迁移过去 它能够去被改动到 它能适应这个新的版本的代码 所以这release要做的事情 然后release完还不行 为什么不行 因为你产品上线了 你就不是说 我今天结束了大家可以下班了 产品上线了之后 要做的很重要一个事情 就是你要去监控它 举个例子就是这个上线了之后 这个功能有没有人在用 对不对 或者这个服务器它是不是稳定的 会不会这个新的功能上线了 服务器就崩了 然后这个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很多的监控 来确保说我们这个产品 是能够持续的去提供价值 那么监控出来 例如说我们新上线的功能 发现其实大家并没有在用 那这个时候有些问题了 因为你功能没有人用 那这个时候就要去看为什么 对不对 那所以又回到了这个groove的环节 groove就是说这个产品 如果没有人用 那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 为什么没有人用 是它不好用 还是因为大家根本觉得它没有价值 那不好用的时候 是EYUX要干的事情 没有价值 那这个时候是requirement的事情 对不对 那所以这个时候 它的groove的内容 它找到的findings 又会去到了requirement definition里面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上面这四个圈圈 是一个粉色的圈圈 它们是business driven 下面的四个圈圈 是蓝色的圈圈 它们是technology driven 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说 designer是处于这个 designer和growth 这两个环节 其实是处于这个edge 就是说它们是两个部分的交接 所以designer 其实还蛮需要对business的了解 并不是说一个好的designer 并不是说我把图画很漂亮 或者这个flow 我做出来就可以了 那必须是要对这个business 或者这个业务的形态 有很多的了解 同样的growth也是一样 它不仅需要说 这个功能没有人用 是因为这个按钮的颜色是绿色 大家不喜欢看绿色的 我们要把它改成红色 大家看得见 这个只是一些很细节的事情 但是它真正需要了解的是 这个功能 它带来的业务的价值是在哪里 那其实你们会留意到一个词 就是整个SDLC里面 其实真正开发内容 其实只是一部分 真正其实核心的内容 是它的价值在哪里 整个的这个链条 其实就是发掘价值 和实现价值的一点 那所以像basis focus的人 或者说他 大家可能技术不太了解人 其实你们要找到的就是 就会像Anthony说的 就是你们可能是这个价值的提供者 但是要价值的实现者 需要找一个很好的一个配合的团队来做 那么价值的实现者 大概是有这样的一些职位 或者说我们叫heads 就是有这些需要做的事情 第一个就是产品管理 产品管理其实有点是 就是这些东西 其实很多是跟刚才的这个SDLC的内容 是一一对应的 或者说有对应的关系的 产品管理的第一点 就是要确认整个organization 是对于这个产品的目标 有很清晰的这个认知 而且大家是要同步的 你不能说开发觉得我们要做这个事情 然后business那边的人做另一个事情 designer说第三个事情 这是不可以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QA QA是我刚才也解释了 它是要确保这个产品有meats the business requirement 而且它必须要meats the quality standard 然后第三个就是设计部分 第四个是开发 第五个是side reliability 有些同学可能会 这个词可能不一定每个同学都了解 但是大家应该都会听说的一个词叫做defops 那么其实defops更多像是一种skill set 或者这种methodology 但是它真正做的这个职位 或者这个hat这个内容 职责内容 其实就是叫side reliability 说白了就是它是负责这个infrastructure 来确认这个产品 是能够continuously serve the client 而且它还必须要确认这个 这个continuous serving 它必须是一个经济的角度 因为我们其实会发现 服务器这个事情 一开始可能以为AWS很便宜 100万个request在几分钱 一开始很多人会这么想 但是一用起来就会发现 其实如果不留神的话 很多东西就会浪费掉 然后你本来以为只有几块钱 所以发现是几百块 或者甚至几千块 这完全是有可能 所以SRE 或者是sure reliability 很大的一个值子 就是要确认你做的事情 是经济学上 就是一个经济的一个方法 然后data analytics 就是一个数据分析 它就是刚才growth的话 已经比较接近的 它第一要去给这个现在的 这个产品的现在的价值提供insights 第二就是要去suggest future的价值 然后最后一点就是tool research tool research 其实我还蛮强调的 因为很多时候 大家在一开始 或者在创业工资里面 可能想的更多的是 怎么样去实现现在的事情 或者是短期之内 六个月之内的一个事情 或者说三个月之内的事情 甚至有可能有些时候 大家visibility 只有接下一个月 但是tool research 这个research 它主要是用developed 一些custom tools 去能够让你去 这个产品能够快速的去adapt to 这个PMF prime market fit的这个growth 因为我们现在的讨论是scale的这个环节 就是你的prime market fit 已经要么就已经很清晰 你知道这么做出来 就会有prime market fit 或者是你已经甚至已经有prime market fit 那有了prime market fit 意味着什么呢 就意味着你这个产品上线之后 只要你marketing做的够 只要你的sales做的好 你就会很容易 就会迎来一大波增长 因为你已经找到这个fit 那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的产品如果没有准备好 那上线的时候 你的growth就一下子会被卡住 因为你的服务器不到位 或者你技术上面 很多落后的东西 或者说它并不是很能scale的一些东西 所以tool research 其实我还是蛮强调这个职位 那所以这些东西 其实全部都是hat 在早期的阶段 那这个时候很有可能 CTO一个人做所有的事情 或者CTO带着三五个人 就把所有事情都做了 但是当你们再去scale一个团队的时候 就开始要明确的划分一些职责 然后尽量把CTO从一些 例如上QA QA是很琐碎的工作 对不对 要把CTO或者这种核心的开发人员 从这些琐碎的事情上面 或者是不同的职责的东西上面 逐步的划分出来 然后你的团队逐步 就会形成这样的一些分工 是这样子 那么这个时候呢 根据刚才的这个事情 大家可能就会有一些问题的 第一就是 怎么这个产品管理也在这个工程团队里面 这主要呢 也是因为在早期的时候 工程团队呢 他的 他主要是从CTO逐步的划分出来 或者developer 就细分出来一些更多的职责 在这个时候呢 产品管理可能是一个工程团队 必须要面临的问题 就是他不一定有那么多的资源 去开发成一个 就是把这个产品的团队 产品管理的团队 逐步完善起来 因为产品管理通常说 他有一个产品经理 然后有product researcher 然后有时候 UI UX 也会放到product下面 对不对 但是这个时候产品管理 如果他一开始 就放太多focus时候呢 就意味着我们会放太多资源 在这个value 这个provider上面 但是value的developer上面 他就 人就不够了 就developer就不够了 所以你同样的high count 或者是同样的resource 下面的时候呢 可能你只能让一些人 去兼任一些工作 例如说这个技术的领导 他可能会兼任一些产品的那个 然后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我有这么多职位 对不对 是不是所有职位都是需要的 或者说他们都是同样的重要的呢 其实还真不是 像QA这个事情 我不是说贬低QA的价值或者什么 而是QA他需要的skill set 或者development 需要skill set 虽然不一样 但是 或者说他们可能完全 有不一样的career development 但是一开始的时候 不可避免的就是developer 必须自己去做一些QA的工作 因为你一共就这么多high count 或者这么资源的时候 你可能QA这个职责 只能被developer去划分 直到你逐步的去完善了 你这个团队的这个整个的组织架构之后 你的QA才可能会慢慢 重要度会独立出来 然后或者是product management 我刚才提到product management 可能一开始也只能是成为一个技术领导 或CTO也好 director也好 他们的一个兼任的一个职位 或者SRE 就是这个subredability 很多东西都是粗手白了 很多东西都是developer兼任的 一开始 但是只是随着我们团队的发展 和我们资金的增加 我们资源多一些 我们逐步让developer解放出来 去让他们更加focus 在developer的事情上面 然后其他的东西 然后逐步有一个完善的一个组织架构在里面 那么第三个内容 就是怎么样去立的一个scaled engineering team 这个其实是挺有难度的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团队只有三五个人的时候 大家天天都是你线上也好 线下也好 大家交流会很顺畅 因为这三五个人很有可能 你平常就会认识 平常自己已经是朋友 或者已经通过startup之前的那个关系 建立出来一个信任 但是当你去scaled的时候 你不可避免去招一些 可能是你朋友圈以外的人 或者是这些人可能 甚至你是通过社招招到 这时候这些人可能跟你并不熟悉 他们也你不熟悉他 他也不熟悉你 那这个时候包括remote也好 你怎么样去固建这个组织架构 或者固建这个信任度 来去make sure 这个整个产品团队 它的生产力 会能够maintain 对不对 那首先有一点就是 我们define的一个事情 就是有一个团队 开发团队它的成功 必须是有三个东西是支撑的 第一个就是leadership 第二个efficiency 第三个是vision 你有了这三个东西 你才能去成为一个成功的团队 这里注意的是成功团队 不是成功的个人 之所以是成功的团队 是因为你在一个整体的 这个三个支柱之下 你的团队才能够去保证 这个roll map能够be develop 有了变动 你们能够去快速的适应这个变动 能够去deliver这个产品出来 这个是整个技术团队的一个核心 就是deliver the right quality at the right time 对不对 你不能delay了 不能develop出来一个乱七八糟的东西 这个quality必须要保证 对不对 所以这三个pillar主要是为了支撑这个的success 第一个leadership leadership主要是我们常常说的soft skills 像交流communications coaching expectation management team building expectation management 主要就是意思就是 比如说 因为业务的人总是希望越快 把东西做出来越好 对不对 这个时候你作为一个engineering的一个lead 或者说我们对engineering的这个management 这个expectation 就是说engineering做的东西是需要effort 需要时间的需要focus 而且我们会面临很多的未知性 所以你说我今天就要做出来 这个事情基本上不可能 我作为一个lead的话 我要怎么样去make sure 整个公司能够知道这个事情 他看上去很简单 但他需要三个月 对吧 这个时候这个leader 他有这样的leadership skill 去能够保护他的团队 不然大家觉得说 你这个事情一个星期做出来 你现在做了一个月没做出来 那你们团队有问题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是我们这个leadership expectation 没有manage好 然后efficiency 就是我们主要强调的就是 第一个是engineering excellence 就是我们做的东西是好的 我们做了follow这些ex practice 我们有自己的codingstandard 我们有自己的方法 去处理我们的代码的这些quality 第二个就是这个团队 是要一个良好运转的团队 我们可能有时候经常有些 听到一个说法就是ace players 就那种王牌的那些developer 你不一定你有五个王牌的developer 你的公司觉得很牛逼 因为很有可能五个王牌developer 他们的想法太强烈太冲出了 他们没有办法很好的工作 对不对 所以efficiency就是团队之间的内部 怎么样去更好的去运转起来 然后最后达到的目标就是 这个efficiency的最终目标 就是我们要achieve goals 我们不能做了一大堆事情 developer有个冲动 就是天天希望说我的这个代码 我需要refactor 这个别人做的事情我看不过眼 我觉得他有问题 我需要自己去重新写一个 我们一定要制止这种developer 这种完美性的 完美主义的这种想法 目标首先是需要 我们要达到目标 达到目标的基础之上 我们要去make sure 我们的代码是符合标准的这样子 有时候你为了这个business的需求 我们的确可能有时候只能去牺牲一下 代码的一些长远性 因为为什么呢 这个说起好像虽然听上去不是很正确 为什么我们要牺牲这个代码的长远性 这是因为团队里面 你们现在可能只有六个月的位置 你只能知道接下来六个月要做什么 你未来十二个月以后 你都不一定知道 这就意味着你现在做的事情 很有可能到了可能七个月或者八个月之后 会完全要出现一些翻天覆地的变动 你的业务可能会出现新的变动 或者说你整个产品的架构 会出现新的变动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想太长远 我想我现在接下来写这个代码 五年都不用动了 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作为一个start来说 如果东西五年不用动 说明这个start其实是有些问题的 这个业务它五年都没有变化 这不是一个好事 所以我们不用太担心 太focus在一个完美主义的这个事情上面 关键还是要说这个efficiency的目标 还是在于deliver the right quality at the right time 这句话说了很多遍 就是整个产品 就是构建产品团队很重要的一点 然后第三点才是vision 就是我们怎么样去future thinking 怎么样set long term goals 怎么样adapt to change 怎么样creative 这些东西就是在于我们虽然有efficiency 但efficiency是现在的 那我们作为startup 我们虽然刚才说了未来变动很快 对不对 但是未来变动快不等于说我们不要去看未来 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未来变动快的 同时我们需要能够去快速的adapt to change 然后同时我们需要be creative 去使得我们做的事情不会说今天做明天要改 后天还要改这种事情我们也是要避免 所以efficiency和vision 他们需要一个制衡 他如果只有efficiency 那他没有vision这个事情也不好 只有vision没有efficiency 这肯定也不没有sense 所以这三个点都是一个互相制衡的关系 这个制衡是这样子的 在早期的时候或者说PMF 就是在prime market之前的时候 可能大家会focus更多的是leadership 或者efficiency 就是强调了更多的是我们怎么样把东西做好 或者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但是等到了一个mature stage 或者说在PMF后期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想更多的 其实反而是vision和leadership的问题 而不是efficiency 因为你的efficiency已经通过前期 构建出来一个良好的process 或者你没有良好的agile methodology 你没有自己的方法去运行这个团队了 那这个时候就需要你把视频放更长远一点 就需要去plan说 你现在这个事情可以满足这个行业 那但是很有可能你们接下来的三两三年一两年的时候会出现另一个行业 或者the client 那所以这个时候你们就开始要考虑的就是这个vision的问题 就是怎么样去让你的产品更加能够去更适应这个PMF的这个goal stage 那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就是不同这个三个pillar 在不同的阶段就会有这三个可能 一个focus上的一个变化 那么最后有一些建议就是 就刚才说的东西可能有点high level 或者可能有点是理想型 或者说就是一个概念性的东西 现在有几个比较实际一点的suggestions 第一就是这个技术团队在现在这个阶段的growth stage的时候 无论他是CTO也好 或者是engineering director也好 或者是whatever 就是你怎么命令给这个title没关系 但是这个开发部门的这个领导 他一定是需要去懂产品也需要去懂技术的 懂产品的意思就是说 例如说我们说一个产品需要 每个产品基本上都有一个注册这个功能 对不对 注册的这功能你说起来好像就是两个字注册 但是他实际上实现注册的流程 光是从现在市面上比较流行的产品来说可能就有三种 就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起码有三种一个注册一个产品的流程 或者是三种方式 每一种方式适应着不同的用户的这个市场和他的business case 对不对 那所以懂产品的话 你大概一切就是 你大概能知道 我们现在我的公司是这样的一个产品 我们的客户是这样一个客户 因此我们可以快速的说某一种注册的流程 其实会更make sense 对不对 你例如说很简单 在一个b2b的公司里面 你要给他一个google sign up 你要给他一个facebook login 这基本上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一个公司b2b的公司里面 他首先用的都是公司自己内部的账号 对不对 公司自己的邮箱 你让他用个人的facebook去登录这个账号 这是不make sense的事情 但是如果说这个人他对产品理解不够 他可能会想说 我现在看到大部分网站都有这样一个功能 所以就照抄就好了 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 因为你做了一个并不实际的功能 也根本可能不能跟你以后的workflow去fit的 所以这个时候技术领导 他必须是对产品有一定的理解 而且他也懂技术 因为他很有可能自己还得自己收入代码 他不能说我就使会你们指点江山就行了 你们自己干 不可能 在这个团队阶段 Engineering Director肯定还是要去做很多技术具体的工作 同时他不能说我产品和技术 我必须也要懂这个业务 就是这个业务的框架之内 我要怎么样去做一些产品和开发的这些 decision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所以很多时候开发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讲什么东西都是 都是technology driven 他们讲一个事情 我这个事情要用什么 用什么database 要什么样的stack 要什么样的方法去实现它 这种conversation其实并不适合 或者说这个leader如果他是focus在这个事情 那他需要自己去develop这个产品的思路 他需要自己去更多的 往技术开发以外的事情 要去关注这些内容 要更多的从产品的角度和业务的角度 去思考这个技术 而不是只是说我技术上想要这样去做 我就这样做 第二点就是招人的时候 可能很多同学觉得 我现在 例如说我拿了15万这个budget 对不对 我可以招三个五万的人 或者可以招两个七万个的人 或者可以招一个15万的人 在这种decision的时候 一定尽量去go through一个15万的人 就是一个senior 你能招senior 最好能招senior 哪怕他一个人 因为一个好的senior 一个人顶十人 他不仅仅是因为说他更加senior 也是因为在刚才这些hat里面 他能够去更多的去cover更多的hat 而且他有更多的经验去make the right decision 所以这个时候 你一个junior可能他的decision 并不对 或者说他的decision 只能是一个很差的decision versus一个senior 会有一个很好的decision 在这种经验上的判断 其实三个臭皮降低一个珠粮 这种逻辑是不对的 因为你junior 你没有经验就是没有经验 你做不出来就是做不出来 你就算再怎么做 你做出来一个方案 肯定也很有可能 会比不过一个senior 他能做出来的方案 而且senior 他因为见的事情比较多 所以他这个方案 可能会更加scalable 这完全就是纯粹经验 这个是没有 这个是一个经验和行业的问题 这个不是靠人数能取胜的 第二就是你管理一个人 和你管理三个人 其实effort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你现在可能不是一个人 你可能是招五个senior versus你可以招15个senior 对不对 但是你15个senior的管理的effort 和你需要给他们focus 你需要很多去coach他们 给他们很多的growth 给他们这个很清晰的一些目标 kpi去做一些很多 甚至很有可能会做一些micro management 你做senior 你没有办法 你必须要这样去做 但是对senior 你可能就是事情就很简单 你给一个ger 你给他一个task 他就会给你做出来 而且肯定能做得好 这senior和senior有很大的区别 所以你有这样的能力 你有这样的资金 你尽量去招一个senior 尽量在你的资金范围之内 去招一个尽量senior 他可能要的价可能会最高 这种事情 其实我觉得不需要省钱 第三个建议 就是很多人像我刚才提到的 想到开发团队就想到招开发 但是我其实反而建议 你这个团队 尤其是你CTO 带着两三个朋友 一起去写代码 这个阶段 过了这个阶段之后 你要做的第一个事情 其实是招一个designer ASAP 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designer 他做出来一个好的产品 第一 他会提供产品的思路 第二 他做出来好的产品设计 他完全 其实可以替代一部分 developer做的事情 因为我们要去做一个MVP 或者做一个产品的一个雏形 这个时候 其实很有可能 他并不真的需要这个产品全 work 例如说我要去一个demo 对不对 我要去做给investor pitch 我要去给一些potential的business的客户去pitch 这个时候 其实你如果通过designer做出来一个mockup 或者做出来一个prototype 他其实已经很有可能满足你的需求了 因为做一个prototype 他需要的effort 是比你写出来一个真正的网站 其实是低很多的 Ephelib做一个prototype 假如说他做了三个星期 这三个星期的prototype 可能需要六个星期 或者甚至可能三个月 来真的把它开发出来 而且他要做一个改动 是很容易的 例如说客户反馈 我不喜欢这个颜色 对不对 他这种事情的改动 会比开发的改动要快很多 所以就意味着一个designer 他能够提供的这个即时的value 其实很高的 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 就是designer做出来这个设计之后 原来是说CEO说 我们加一个Facebook sign-in 我们加一个这样的功能 那这个功能 其实他有几个环节 对不对 在界面上面也会有一些不同的事情 那CTO可能根据自己的想象 或者根据自己经验做出来一个设计 这个事情很有可能 跟CTO的想法完全不一样 那甚至可能因为 跟CEO的想法完全不一样 甚至有可能 因为CEO他不是一个技术性的人 那时候他可能 他对Facebook lock-in的理解 可能根本就不是跟你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时候 你如果说做出来 然后CEO说我不是要这个 那其实你的时候 Effort Waste 但是如果有个设计师 在这个环节上面 他可以在很早期的时候 就可以通过UI UX的设计 来把这个流程视觉化 visualize这个流程 这个时候你CTO CEO 开发所有整个团队 Sales Marketing 所有的人 他就可以对着这个设计 大家都会有一个统一的了解 他不会再出现一个 大家靠想象来解释功能这个事情 就是有就是意思就是你很多时候图形 他deliver的信息量是比文字要高的 所以图形他的准确度 他能够给大家形成更好的这个共识 刚才我提到了开发往往是有一种 优化的逻辑的思维 就是我看到这个东西 我看到我上个信息写的代码 我觉得好丑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很想要冲动去改它 或者说他看到一个别人写的代码 或者一个senior看到一个junior写的代码 他会觉得这个东西不是很make sense 或者说这个东西 你的变量命名怎么这么奇怪 你现在用I来命名变量 你起码给个index 那这个时候可能很多人就会想去改 在现有的技术上去改代码 或者说有些人觉得 我们现在用ec2不好 我们可能要想想用lambda 就是AWS提供的那些更多的功能 对不对 但是很有可能ec2现在已经work了 你的lambda可能想的是 5个月上线之后 如果用户暴增 那我的ec就handle不了 我就需要用lambda 但是其实很有可能 这些东西都是你想象 很有可能用户并没有暴增 或者用户暴增了 你其实ec2也不会出现问题 对不对 很多时候我们很多decision 开发的decision 很多时候是 要去好好的balance 就是一个permature的scaling 其实并不需要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弹性的系统 但是我们不需要把这个问题复杂化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这个其实很考验经验和想法 就是我们要提供弹性系统 而不是把问题复杂化 这一点是需要很多的经验在做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说要造一些senior的人 而不要造一些junior的人 第五点就是 例如说你raise了50万 或者你甚至有时候 wish了300万 举个例子 你会觉得你有很多钱 然后可能一开始你就有点 虽然你可能会raise之前有个budget 但是很可能 你拿300万在手上的时候 你就会胆子大了 你想要做一些事情 但其实你要理解的是 钱真的很少的 你虽然有300万 实际上用起来 跟你的计划永远是 计划是完美的 实际用起来肯定你的300万 原来想一年 很有可能你半年就会发现 钱怎么没了 或者说钱怎么去的这么快 所以这个时候 还是需要 就做一个创业公司 还是需要 不能说我拿300万 我就可以去 我招最好的人 市面上最好的人 要招进来 然后AWS 我用最贵的服务器 这个东西都不对 你还是需要去很理性的 去克制这些消费的冲动 因为可能原来startup 穷惯了 你一块钱半生 五块钱花 但是有了钱之后 你可能有些人 就觉得可以想浪起来 其实也不对 还是需要很谨慎的 第六点 就是diversify你的团队 对这个甚至意思是什么呢 就我们之前商人的时候 有很大的一个challenge 因为我们有国内的客户 所以我们商人的时候 希望找一个能说中文的一个开发 创业公司用的很多技术站 在多伦多来说 其实不是一个特别普遍的技术站 因为多伦多的IT整体人才的布局 首先可能还是大公司 尤其是银行 或者是这种传统一些的行业 公司里面用的技术站 可能在整个行业里面 其实并不是主流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眼光只盯着中国人 我们当时招了很久 都没有招到我想要的 这个senior level的人 就是因为这个技术站 在中国人的行业里面 其实并不多 很多中国人 他本来我们这个行业的一个 我们人的这个决定性 就是很多人去银行 或者在这种很大的传统行业里面 像Telos Rogers银行 什么之类的 这种人他们用的技术站 其实并不适合我们的需求 所以就算他在一个银行里面做5年10年 他已经是一个senior 甚至可能比较厉害的title 他不一定说明他适合我们 所以我们说diversify 团队的时候意思就是 把眼光放了 比如说各种不同的人总 甚至不同性别 或者不同的这个人员的来源 其实我觉得都是应该去做的事情 不能说因为我们是中国人 我们想要去 就是团队是有中国的客户 我们就需要完全就是要中文 我们需要解决的是 我们有中国的客户 但是需要构建一个开发团队 所以是能够不用中国演的去开发的 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但是而不是说 我们只能招一个中国人来做这个事情 因为中国人在创业公司的resource 出门其实挺有限的 或者说要招业尤其是一种senior的人 其实挺有限的 所以这是我一些比较经验上面的分享 那这个也是最后我要讲的所有事情 那接下来因为应该是有Q&A环节 所以这个可能理论上的东西 怎么去落地 或者说一些大家可能更实际的想法问题 我们可以在后面来讨论 大概就是目前我的分享 就是这样 非常感谢这个浩阳 我觉得接下来就是咱们这个提问环节 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取消禁音 然后直接问 我有一个小问题 就是关于designer的问题 想问一下 这个浩阳是吧 想问一下 然后我的问题就是 刚刚在你present的时候 你有提到说 一个designer 他不光只是需要把这个东西做的好看 这个东西做的可以用 但他最重要的是他要了解这个business 我想请你多 我想请你elaborate一下这个观点 然后如果有一个好的案例 可以去怎么讲 就是 translate the idea 的话我非常appreciate OK 首先呢就是 他要对行业或者这个业务有理解 是因为 我们designer 他有就是 也不是我们designer 我个人其实不是designer 我不太会用sketch 这种工具 所以我只能 只能从我个人 跟designer 合作的经验来讨论这个事情 就是designer 他们的私度 其实 比如说遇到一个问题 他们可能会参考很多的网站 或者说去看一些 别的公司 例如说我们要做一个TikTok 一个系统 对不对 假如说我们要做这个事情 那这个时候可能会去参考 TikTok Facebook 或者是所有类似的行业的事情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我们这个产品serve the client 是什么样的client 其实对我们整体的用户体验 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有一个 我要想想一个例子 但是这个例子 可能有点太specific到我们之前这个行业上面 可能 OK 我举个例子吧 我们之前我有一个公司 是类似外包公司这样子 所以我们的client 就是各种各样的人都有 那所以就是我们一开始 我们设计师 就是他等于基本上有一个固定的流程了 就是用户注册是这个流程 用户三印是这个流程 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这个就是有一次 就是这个客户呢 它是一个B2B的客户 我们也有 就我们客户总体都是 他们的提供的业务都是 给consumers 例如说他们就做 我们这些客户会有一些 教育行业的客户 他们就想做一个portal 给他们的学生去用 然后我们来了一个客户 他们是企业内部的一个客户 他们就是需要有一个内部的一个流程 去做一些machine learning的一个流程 就等于说他们需要有个工具 一个dashboard去做他们的这个事情 就怎么样把数据可视化 什么之类的东西 那这个例子其实刚才我已经有点像是touch 就是我们在做B2C的客户的时候 我们这个sign in的流程 sign in的时候 其实老实说 这个客户他是做学校的 对不对 他对sign in的事情一无所知 就是我怎么样去sign in 对不对 大家想的就是我有一个邮件就可以sign in 但是我们就是说 经常会问说 那你是不是要Facebook sign in 这个时候他想一想说 需要 这个时候他又想 然后又说我们需要微信 各种各样的sign in的方法 就是我们就是single sign out 就是这功能 就是他除了说邮件之外 还有很多的功能都可以去sign in 那所以我们设计师他做了所有sign in的流程 或者他所有的经验 或者他参考的网站 其实都是这种B2C的网站 就是一个用户怎么样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 尽快的能够去进入系统里面 减少这个sign in过程中的friction 对不对 就是怎么样 最好的就是一个键点击过来 你直接就能进去了 这是最好的一个流程 对不对 但是到了B2C这一点的时候 其实我们最后支付我们的这个产品的人 是这个公司 而不是这个真具体的用户 意思就是我们这个Data Science Data Science是用我们产品的人 但是他并不为这个事情支付 支付的是公司 公司关注的更多的是怎么样去更好的去visualize 这个事情 降低他们的再提高他们的效率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Data Science 他可能会说我这个sign in 就是我其实首先我作为公司 我肯定是不能用Facebook sign in 我刚才讲过这个例子 那所以这个时候他必须只能用公司的这个sign in 那这个时候你这个designer他做的事情 他就 就我们一开始没有 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已经we have done so many sign in 都是用这个方式 所以当我们一开始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然后designer并没有完全的意识到这个difference 他就直接把这个流程 就带过去这个设计里面 那么然后在B2B的这个公司里面 后来他们那个接收的时候 就我们根本完全整个流程都没有 没有有揭露问题 因为我们一直都这么做 所以当时完全没有完全忽略了这一点 后来到了这个时候 这个客户那个manager一看到这个事情说 我为什么允许我的员工用他个人的这个Facebook账号 来登陆这个系统 这是完全违反公司的policy 这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 其实虽然看上去只是一很小的功能 但是这很严重的一个违反policy 是公司这种很严谨的大的公司里面 他的policy是很紧的 所以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 所以我们最后整个功能能重新做一点 这当然其实有一点是prior manager的这个功能 但是很多时候其实designer 他也算是就我们这种小公司 或者小团队里面的时候 designer其实也兼任了一部分 产品管理的这个功能 就是这个功能怎么去实现很多时候 他会有更多的话语权 prior manager更多的是说 我们需要怎么样去做一个流程性的东西 然后designer是具体把这个流程实现化的人 那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当时这个就是很深刻印象 就是一个designer 他需要对他的客户 服务的客户有很清晰的认知 这个时候他才能做出来一个 能够去实现客户价值的一个东西 我们很多时候讲用户体验的时候 讲的可能更多的是 怎么样去减少这个friction 但是其实这个东西在B2C和B2B 是很不一样的 B2B的支付的人和 他的本质他是一个公司 他的这个事情决定性的点就是在于 我看一个事情 更多的是在于我能够符合公司的流程 我在这个基础之下 我能够怎么样去改善这个产品的 就提升这个整体团队的效率 来做这个事情 所以他对这个具体的按钮 或者具体的工作的事情 他其实并不关心 他关心更多是整个业务上面 怎么样去benefit 所以这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所以我想问一下 就据你刚刚提出的那个案例 就是designer并不知道 并没有想考虑到 你们这个客户他不可能用Facebook 他做一个company做一个business 这是怎么不符合规定的 所以你觉得这个responsibility 应该也在designer身上是这个意思吗 这个其实是这样子 这个其实也跟公司的条件有关 因为当时我们就我刚才说 designer他其实负责了一部分 项目管理的一个职责 那这个其实可能不同的团队里面 对designer的这个具体的需求不一样 但是刚才你说的这个东西 其实整体来说是一个systematic failure 从product manager到designer到developer 到最后我们QA 就所有这个流程 所有没有人意识到这个问题 这个主要也是因为 我们之前做了都b2c 所以这所有人的定式示威都在里面 而且三应这个功能是整个里面 我们都不关注甚至我们更关注 是进去之后这个dashboard什么事情 所以就是我们整个公司 这是一个项目的systematic failure 这个不能完全说是designer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就是 designer是最贴近用户的这个人 他都不是product manager 是designer最贴近用户 因为是designer去跟用户 去做这个user journey的mapping 他去跟这个用户 去做这个emotional的这些东西 所以理论上来说 他是最贴近用户的这个人 从这个角度来讲 所以从这个事情上面 其实designer 他在设计的时候 的确是会需要更多的去考虑 更具体的用户 而我们在商务经理 或者产品经理 它更关键的是流程性的东西 所以这个的确是designer 一个好有经验designer 或者说怎么说呢 designer的确应该是在这个环节里面 他是有比较重要的这个能力 去判断这个事情 而且他有一点就是prime manager 他做的事情他也不能直接说OK 他必须也得去challenge prime manager的那个decision 这个 对于你刚刚回答我的问题 我现在的理解就是 你听一听看我说的对不对吧 但是我从你给我的回答当中的理解就是 designer因为是最接近用户的人 所以他应该对于你们 所在的公司的这个用户群体 有一定的理解 这样子他才能 他才能体现就是design最大的这个价值 来提供给你们公司的客户也好 或者是用户也好 但是我想问的就是 如果是以这种这种怎么讲 视角去看待design这个role的话 那在你们hire一个designer的时候 是不是最好也选一个designer 他有做过类似跟你们公司类似的业务 这样比较不容易出错 我们当时是一个consulting company 就是说白了就是一个vendor 所以我们找了designer 当然就是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背景 对不对但是就是我们 我们每个客户都有可能是不同行业 或者他的性质会完全不一样 所以这个也很难去招一个designer 就是说我所有行业都做过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难的 所以还是很重要的是取决于designer 他自己怎么样去去破解这个产品的这个设计的内容 我想我想为就是我作为一个designer 我想为designer就是伸张一个小小的观点吧 因为以我个人的工作经验来讲 我做过所有的工作都是跨行业的 几乎没有都是在某种类似的形式的公司里 但是面对的客户群体是完全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我在一个startup找到了一份designer的工作 如果没有给我任何你们公司已经有的user research 让我去更好的了解这个business的话 我觉得我很难foresee有一些什么样的mistake可以去避免什么的 就是我个人的设计 这的确是 我觉得这个就是所有人都是要learn from 但是我的意思在startup公司里面 其实你说的这个user research很有可能完全是没有的 或者是每个人都有自己很不一样的理解 所以designer我觉得他有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他通过visual来统一这些很多人的思想 我觉得这是designer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 所以我觉得你说的当然也是对的 就是有经验这个事情肯定是最好的 那创业公司招人的时候他不一定完 就不一定完全有这样的luxury去招到一个百分之百 所有东西都能fit的一个人 对不对 对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designer自己对于用户的理解 那肯定是根据他本身的工作经验 对不对 跟他以前的就是在什么样的行业中有关系 但是designer对于用户的理解也是一个比较 如果没有user research来讲的话 也是一个比较笼统的 也是一个比较说是general的一种理解吧 但是到了某一个公司 要taylor他的这种对于用户的这种笼统的理解 把它说就是把它focus在一个你们公司所在的业务的用户 这差距还是蛮大的 startup如果没有这个user research的话 那designer只能用自己的直觉和过去的经验来做一个assumption 那这个assumption不可能是百分之百就on point 对吧尤其是不可能第一个iteration 第一个product version 我觉得这是在我看来还蛮难实现的 我个人想法是这样子的 就我们现在这个公司跟刚才不是一个故事 但现在这个公司 我们designer 我们每个客户 或者说我们有一个新的行业的客户 on board的时候 我们designer 会跟这个公司的人sit closely 我们一个星期 当然这个也是客户比较support 我们这个事情 就是一个星期我们这个designer 跟客户的具体的用户 就是那个engineer 客户那边的工程师 因为我们是建筑行业的 所以他们会有工程师 这个不是开发是工程师 这个designer跟工程师就在sum上面 每天呆四个小时 看着工程师怎么做事情 然后他再带着这个理解 和所有他做的user research 当然他除了工程师 他可能一个manager 就所有的他觉得他需要什么 我们给他提供 对我们就跟对方去coordinate 一个事情 然后他去develop出来这个客户的理解 所以这个就是早期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说 你去做那么多user genetic research 这个user genetic research 不是一个凭空想象的事情 你也是有一个具体的客户 具体的人给你去research 你才能得出来这个journey 所以我觉得这个经验 其实当然我也同意 就是设计本身也是一个agile process 我不可能一开始 所有东西都是完美的 那这个时候有些框架性的 首先就是框架性的思路定下来 然后再来去iterate 每个具体的功能 那所以我们现在的做法 就是我们这个设计师 带着所有的这个经验 然后他做了一个设计 然后我们这个会 首先会给客户去demo这个设计 然后接下来客户总体来说 没有提出什么大的问题 然后我们再去开发 然后开发完之后 再去给客户 那这个时候 我们会起码有两到三个客户的 这个meeting 就是用户具体去给我们提供具体的feedback 甚至我们会看着他怎么去用它 然后设计师也在旁边看 看着这个客户怎么去用这个事情 然后看到说 为什么这个按钮在这上面有点 然后他问我们说怎么点 对不对 那肯定是这个按钮有问题 就是我们会构建出这样一个文化 或者这样一个culture 去support这个designer 去做他认为最好的决定 就是我们现在的做法是这样的 好 我觉得还是咱们回到咱们这个主题 就是创业公司怎么招聘技术人员 这个我觉得 看看各位对这方面 还有什么比较具体的一些问题想问的 那个Jeremy是想问一些这方面的问题是吗 对对 我想问一下 关于我想问一下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 招 remote worker experience 就是说如果你想招一个remote worker 有没有一些insights 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从这个怎么招这个remote worker 然后还有从法律层面 还有税务 还有这个付工资方面的一些实际问题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过 两个嘉宾你想请哪位 都可以 谁有经验谁会的 OK Anthony和浩阳两位谁先来 那我先来吧 或者Anthony你现在也可以 算了算了 没问题 对OK remote worker我觉得其实 我们现在也还在尝试这种方式 我们现在对remote worker的定义就是 你可以 所以我们招人的需求就是你 现在我们都是work from home that's fine 但是我们有一天假如说需要回到office 就是我们有 就是你有这样的能力 有这样mobility去到office 所以我们现在招的人里面有住在Wand 就反正整个GTA哪都有 还有Waterloo的 这个都不是很大的问题 就是我们只要 就是我们本来说好 就是这个事情要回来 就只能是这样去定 那我们整个的haring process 其实全部都remote 现在工作流程也是remote 那但是大家都知道Ontario 所以你说的这个税务的事情 还不是特别的成为一个问题 但我们其实 我个人其实不太建议 你跨省 我觉得问题还不太大 这个 这个事情就是税 每个省的税 这个东西不一样 但是这个我觉得是相对比较好的 但是我觉得跨国 尤其是有些公司 假如说你想在美国招人 我觉得这个可能就会有点难 可能你需要在美国成立一个分布 这个其实有点反对 大家都是美国来这边成立分布 Anyway 就可能会这样子再来用美国的 就你不会成为一个跨国的公司 就不会成为一个跨国的招聘 而是美国公司招聘当地的人 这样的一个流程来做这个事情 我就有一个follow up question 你刚才提到过 就是说你想找一个会说中文的 这个比较资深一点的这个developer 但是你发现在这个GTA至少 好像没有那么多的人选 当时有没有考虑过比如说 在国内在中国大陆招一个呢 有 但是我们最后否决了这个想法 第一呢是因为我们有中国客户 这个也是业务性的性质 有中国的客户 但是也有很多北美的客户 那我们不希望说这个人 只能做中国的业务 我们希望是这个人能够做所有事情 那如果SATRA是要做北美的业务的话 就会面临一些问题 就是数据怎么样去传输 这个是政治因素决定的 就不是我们能去改所有的事情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个 明白明白 对第二个呢就是 如果是因为我们招聘也没有那么多 我们现在就是当时招的是三个defender 那如果说只有一个在国内 那说因为我这个团队的工作时间 或者说这个communication 我觉得就没有办法把它单独作为一个团队来配置 那这个时候他就必须要符合我们 他来fit我们 然后这个也不太好 第三呢就是北美的技术站跟国内呢有相似性 但是国内还是有一点点区别 然后包括他很多我们用的开源的内容 可能在北美下面的东西比较多 就是对这个人的语言水平和他的research能力 还有更多的要求 所以我们最后觉得 而且第三个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就是这个工资和整体的这个水平比较难 所以我觉得说如果我建议如果你想在国内这样这样去做 我建议你在国内单独成立一个研发中心 就单独成立一个shell去处理这个国内一个团队的运作这样子 就而且最好不要一个人两个人这样子 就是得最好是一个团队他们可以独立做一个unit 就做一个business unit 去做一些独立的内容 跟就是尽量去isolate不同的这个团队的职责这样子会好 那我想请另外一个嘉宾也分享一下他的经验 首先我不太确定就是你想问的是这种一个公司的这种在家工作呢 还是说你就是想找一个可能很远的 或者说加入你团队这种类似contractor这种形式 对我们来说其实倒不是特别 就是你说的这两个分别 我没有感觉到有很大的区别 关键是确实我们的面目是有一部分在国内 有一些事情也需要在国内做 所以在考虑是不是要在国内招一个人 但是像刚刚他说的我们也觉得可能是在国内要成立一个有一个legal identity 会比较方便从税务还有一些合同之类的东西 但是觉得那样做起来有点好像用大炮去打文字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想问问你们这种已经有很多创业经验的人 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或者说你们在你们的这个创业过程当中 有没有用过这个remote worker 不一定说是在中国的 或者说比如说你developer 你是不是在印度照顾 或者说你是不是在美国有些帮你做工作的 在这种情况下 那你觉得有什么好处和有什么弊端 或者说有一些比较实际的问题 你们是怎么处理的 税务啊 这个合同啊 还有这个付工资啊之类的 这些也是很实际的问题 对吧 好 那我就直接先把这个结果说一下 就是说其实像你说的这个问题 嗯 其实你考虑税务这些是很有必要的 第一呢 现在国内的人他去收这个 这个外面这些费用其实很很复杂 然后呢 其实如果你去搜一下 其实有专门那种就是属于这种 全球的这种人力资源解决方案 那这个其实你可以搜一下 他们解决的问题就是说 你只要把钱给到他 这公司在当地过去帮你做这些合规 还有这些支付他会帮你解决 但是肯定这样费用会高一些 这种情况适用于什么呢 适用于这个他你想和他长期来这么合作 然后就是这个时间不是说做一个项目 是个稍微长期一点 嗯那像你说的在这种情况下 你不用担心什么税务这些问题 他全套解决方案都有 然后包括你打款这些他都会给你提供 但就是会收你一定的费用 嗯我觉得还行 但是反正肯定你知道成本会高一些吧 那么我先插一个嘴 那个像你说的这种解决方案 他是属于这种合同式的外包 还是说他这个人他帮你招的人 是属于你的员工呢 他只是帮你解决你和他的这个雇佣关系 就像人力服务公司 你可以这么来听 那这个人还是你的员工 是不是你的员工 这个你要看你怎么去界定 如果是你的员工 你会给他在这边会有正式的这些就是合同吗 如果没有的话 那你就走这个第三方的这种服务协议去完成 所以你来这么界定 看你想怎么去界定 嗯嗯嗯嗯好 你今天说你好像还有第二顶 嗯 然后呢就是像你说的一种情况呢 坦白说嗯 除非是你很长期的只想和一两个人保持这样的合作 嗯嗯 如果说真的人非常多的话 那你在当地成立一个公司 我觉得会更好一点 比如超过五个人了 那你这么来做就不是特别合适 嗯 然后如果人特别少呢 就怎么讲就是 你在考虑一下这个远程合作 到底利大于弊 还是弊大于利的问题 有你核心团队在哪 你的沟通啊 你的这些解决啊 这个能不能处理好 但是说处理的办法呢 无外乎就是这么 除了刚才我讲的两个 还有第三种 第三种就是那种 给你做一个项目 一次性想办法把钱给到他 他怎么收 他自己去想办法 那这个就这个项目完了 也就完了 这个也就仅限于这种单个的这种合作者 基本上比较常见的就是这三种情况 但从我个人来说 我是觉得 你除非在那边要加大投入 或者他有什么很大的特殊性 不然的话 就其实还是风险还是蛮大的 嗯嗯嗯嗯 对 所以我想问一下 听听你们的这个经验 看来你们基本上也都是本地团队好像 其实我个人是这样 我过去 对我过去 神经事务跟乌克兰的一个团队 就这两个形式 其实都是有点像contractor 这种就是我们告诉他做什么 但是他们自己去做这个事情 国内的也有 乌克兰的也有 嗯 我总体感觉首先就是我们作为Ontario的公司 我们会申请shred shred对于contract 就他们的形式就是contractor 所以对于contractor的这个 呃 benefit 对于fulltime员工的benefit 是很不一样的 contractor是 二十三十 然后fulltime是百二十八十 嗯 嗯 然后同时因为他们都不在家Ontario 所以根本这个shred 根本就没有 就他们必须要是Ontario 对啊 对 然后呃 第二呢就是 呃 第二就是就是 就是其实 你真的是需要找了一个好的 其实还挺不容易 嗯 无论是员工要 因为乌克兰的公司算是比较靠谱 他们有三个人 嗯 就那个其实更加像是Anthony 刚才提到这个global solution 就我们当时呃 但是那不是我公司 就我当时在公司里面的时候 他们有这样做一个事情 就是呃 他们找了一个乌克兰的staffing company basically 然后来做这个事情 呃 那三个人还挺靠谱 最后最后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但是我们去找国内的客户 那个公司的时候 最后这个事情做了一半 然后我们就反正他的质量也不大标 然后 我们让他去改 他一开始改了两三次 后来就不耐烦 就直接这个项目就没有 他自己也不收尾款 就他可能就觉得说 我收这个钱还不足以 我去改这个effort 所以就对他来说 就这个项目就崩溃了 就就帮了 等于说 这人就很难 要固定这样一个信任度 我觉得其实还挺难的 他已经是 国内这个公司 我已经当时还 我还飞去上海 跟这个公司的他们的团队 整个公司见过面 就已经大概感觉 已经是有一个信任度在里面 但最后就对他们来说 反正就 帮了就帮了 也没有什么心理负担 这个不一定是管理的问题 但是这个总体是你对contractor 怎么去管理 控制他们的问题 这种经验还蛮普遍的 我们也有一些 这方面的经验 就发现国内好多人 或者说这种承包商 做事很麻糊的 是的 但是 真的很不一样 找到一个好的确实不容易 对 所以我觉得 像刚才安虎说 你如果有一个很强的case 让你去这样做 是ok otherwise 我觉得你可能administration 还挺多的cost 不一定划算 顺便问一句 你们刚刚讨论了半天 developer和designer 有没有人 既是两个角色融合于一身的 既是developer 又是designer 会photoshop的developer 都可以说自己是designer 但是photoshop不是designer主要的skills 但是 一开始你谈的不大 那CTO自己 甚至有可能CEO自己 啥都干 这个时候你可以这么说 但是 不太make sense 就是这个安排 不太make sense 就你人少只能这样子 但人多的时候 为什么 为什么不make sense 按照你刚说的好像 如果这个developer和designer 有很好的沟通的话 有助于你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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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说两个人在一起 我是说的是 如果是两个角色合于一身的话 岂不是 sorry you go ahead 对 因为首先第一个 他们的skills很不一样 focus多了 就你有不同 两个skills都懂的话 那很有可能两个都不一定做得很好 而且呢 designer刚才 就我该描述的那个刑警 designer需要跟用户有很多的时间 去做他们的事情 然后 他们需要很多的 effort 去真的去理解这个用户和这个行业 那所以这个时候 你作为designer的角色 出现的话 你developer 你是没有办法同时做两件事情 所以这个时候 其实你效率上面来说 其实并不值得这样去做 然后第三呢 就是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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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问题就到这 谢谢 你看其他同学还有什么问题 丹利刚才举手了 这个问题是吧 对 我其实也是有几个关于这个问题 这个 因为我们本身也在这个 也在这个市场去招聘 这个活动之前 其实也跟浩阳 所以说我们其实一直以来这些年也遇到这个招聘啊问题啊 所以其实有些感性性的这个问题 但刚才他们讨论的这个远程的这一块呢 我也稍微分享 因为我们其实一直有一个中国的这个小团队吧 在合作 这里边有几个经验啊 就刚才那个我觉得 阿松尼的那个分析是非常全面的 就是三种方式 我觉得这个是是非常系统的 然后刚才那个浩阳说的这个问题呢 是实际在去做这种远程啊 或者说这种多这种 不管是外包还是怎么样的形式里边遇到的这个最大的问题啊 我觉得我们找的这个团队呢 我的建议就是说你还是要找就是你认识的尽可能认识的人 就是你哪怕你非到中国跟这个团队去见一面 你其实没有跟他共事过 没有合作过 你其实很难判断这些人这些靠不靠谱啊 甚至都没必要找公司的 就是我们其实我就是找以前我的同事啊 他们的一些业余时间然后参与进来 当然这个还是阿松尼说那个就是说要根据你的实际的需要 就是你你到底是要开发一个什么东西 你需要那个人给你deliver了是什么东西 对他的期望是什么 然后最终决定什么用用什么样的这个形式 所以这个我们都是一直合作的其实还还挺好 国内这边我们也一直在有这样的合作 但是我们主要就是用我们的形式就是用这个项目合作的这样一个方式啊 就是我比如我最近有哪一个模块 或者哪个东西我外包出去 但是这也是因为第一我们自己本地是有这个比较强的产品设计和这个研发团队 甚至我们自己的QA团队 所以我只需要那边研发就可以了 就是他按照我的这个PRD来去做这个产品 然后我还有QA来去验收 所以相对来说这个合作会会好一点啊 那我们支付呢就直接费用打过去 然后我们这边就作为这个项目外包的这个东西 他那边给我一个形式发票 我其实就可以入公司的账做这个费用了 这块其实处理起来也比较简单 但是我觉得这些这些总都有方法去解决的税务上什么都有方法解决的 我觉得最难的就是浩阳说这个怎么找到靠谱的人啊 就我的经验就是一定要找跟你共识过的 或者你团队里边其他人共识过 他们之根之底的人来去合作啊 哪怕费用稍微高一点 因为你最重要的是结果不是不是其他的啊 这个额外说一下我们这个经验 希望这个对对前卫那朋友有帮助啊 那个我咱们今天讨论这个问题是关于这个招聘这件事啊 就是说呃别说创业公司了啊 就连我们这样的这个公司 在18年的一个公司啊 其实照人其实也挺困难的 这个一直以来都挺困难的 然后我其实有这么几个问题啊 就是想这个刚好借着这个机会 这个请教一下二位嘉宾呢 那个咱们把这个招聘这件事呢 其实也能拆成几个环节 对不对这个第一呢 就是说今天我听见啊 宋敬和浩阳分享很多都是这个 你在准备要招聘之前 你如何来去确定你要去招一个什么样的人 对吧 就包括浩阳介绍了很完整的 你这个团队在什么阶段的时候 你可能需要什么样的人 什么样的角色是比较重要的 但这都是前期的准备 那这块也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很多创业公司并不知道自己 你需要什么样的人 对吧 应该招一个什么样的人 这其实是一个没想明白的事 那这其实完成了这样一个解答 这样一个问题 但是往后呢还有几个阶段 就是当我确定的要什么样的人 我要去招这些人的时候 第一我从本地有哪些渠道 能够去比较好的招聘 对吧 就包括二位实际用过的这些渠道里边 有没有一些特别好的这种方法 除了这些常规的 这块能不能跟我们分享 这个咱们在做的一些这种创业的团队也好 或者说一些这个需要面临招聘的这些人 给分享一些经验 有没有好的一些招聘的这种渠道 或者一些这种方法 能够去找到我想去招的那个人 然后第二个问题呢 是说我如果找到了这样的人呢 尤其是咱们今天不是这个我看主题 主要是说这种技术类的人才 那么如果我找到了一个这样的这个人 来应聘我们 或者怎么样 就我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 或者我应该用什么的方法 才能够去识别这个技术方面 这个人确实是适合我的团队的 这里边你们有没有一些这个 实际的这种比较好的这种经验 或者小窍门 可以给大家去分享一下的 因为本来创业公司招个人就不容易了 他在招个人不合适了 这个就很头痛 对吧 这个是在招聘的过程当中的一个问题 从哪招招聘当中的一个问题 然后还有就是 如果真的我招了这个人 我费了尽去招了这个人 然后用了两个月三个月 发现这个不合适 那怎么处理 对吧 有时候其实别人也花了很大的勇气 甚至是把这个很高兴的工作 辞在来加入这个团队 然后后来不合适 我不知道二位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那么遇到这种情况之后呢 通常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和面对这件事情 能不能再分享一下这个建议 最后呢 还有一个问题 我可能就是我一次就问完了 这个大家看看 我估计可能对于很多团队也都感兴趣 就是能不能站在另外一个角度 因为我看今天来听咱们分享的里边 有些人的可能也不是自己开公司的 但是呢我相信很多人都对创业感兴趣 那对于很多人来选择 就是选择加入一个创业团 是他们的选择 那么对于这样的这个咱们这个听众朋友来讲 你们有没有一些什么建议给到大家 就是他应该如何去选择判断 这个公司是不是这个创业公司啊 是否适合自己啊 就是他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风险 他有什么好的办法去去去去规避这方面 或如何看待这件事情 我大概可能就这么四个方面的问题啊 这个这个想听一听二位的一些建议啊 那还是我先来吧 就我刚才听摆你的问题 大概其实就是三个 就是招聘前招聘中和招聘后 怎么去管理人才 这三个还要加上就是作为一个人 想要去加入一个创业公司 怎么去evaluate 首先招聘前呢 我觉得很重要一点 首先就是你确定你要放多少钱进去这个人身上 就我刚才我总结的时候我的个人的philosophy就是 能招好的人尽量招好的人 那所以这个时候呢 招聘整个招聘之前 就或者说找人这个环境 基本上就是三个环节 第一个首先就是你确定这个招聘的需求 对不对 这个刚才已经讲完了 第二呢就是你怎么去source这个candidate 这个sourcing的环节 第三个就是怎么样去make sure 每个candidate可以进入到下一个环节 这个意思就是哪些candidate一看上去不make sense 不靠谱的 或者说最基本了解过情况不符合 那这就是直接screening就筛选到了 这是preinterview的环节 那我个人建议sourcing 你如果有这样的资源尽量去找别人去做 尽量去让别公司去做 因为他们就尤其是在scale这个团队的时候 就你有这样的已经有一点的资金 或者说一定的资源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一个staffing company或者说一个hiring agency 他们的resource 或者他们能接触到的网络 或者他们的人脉的这个事情 其实还挺跟我们挺不一样的 就我个人其实已经蛮 比如说我linked上面可能有三千多个connection 但是你发一个posting或者什么 其实他们的效率会高很多 他们会各种各样的资源去做这个事情 这个会省你很多的这个admined effort 所以尽量让staffing的工程让你去做 他们大概一般就收百分十五二十之内 所以的确会很高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自己去source 你其实limit很多的 第二就是当你比如说staffing company 给你一堆reform 给你一百个resume 他们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们本身会可能会做一些简单的screening 但是他们的screening更多的 他的点是他的利益的点是给你招到一个人 所以他给你一百个resume 他的概率会更高一些 所以这个时候他们的candidate 不一定每个都完全符合你的需求 或者你对他描述的description 所以这个时候还是需要resume 上面再去筛一波 那这个时候可能很简单 你给自己定一些hard requirements 比如说你觉得这个技术你是必须要有的 比如说我必须要有aws OK 那所有没有aws 因为招聘公司他可能给你一个gcp的 或者给你一个sure 反正都差不多 对不对 但是你如果把这个东西定为一个必须的东西 那你所有的人首先筛掉一批 然后第二就是可能说我希望这个人原来在什么行业做过 那这个时候不是这个行业的用筛掉一批 然后所以这样就是有一些hard requirement 你自己定出来之后可能到你手上最后就大概有十个resume 就你可能人家reached out了1000个人 最后给你100分resume 你自己手上就十分 到你最后你自己initial screening的时候就十分resume出来了 然后这个是之前你大概怎么去获取这个人才 那其实把这种工作就是交给stuffing agency 然后到了第二步的时候招聘的过程中 怎么去判断这个人 他是不是真的这个resume上的内容是不是valid 然后他是不是真的就是这个懂 他说他懂是不是真的懂 那我们创业公司 我觉得我们目标是一个比较 就根据我们的现状来看这个人的情况 例如说这个人可能懂很多东西 但是我们现在其实真正需要的东西只有他的一个subset 那这个时候他可能工资要求会高 对不对或者他需求可能不一样 所以这个时候就你招聘的过程中面试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可能会想要算法或者什么 我觉得算法其实这种东西是一个比较虚的东西 就是很多人可以刷题刷出来 所以他算法做得好 只能证明这个人可能第一还是有点吃力的 第二就是他可能会放过一些effort 那如果是完全没有刷过算法 就会过来找你面试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你通过算法题 也不能完全以非有这个能力在哪里 那所以我觉得Install算法题可能更关键的是一个具体的problem solving 就可能我看有一些现在比较长很多人用的就是可能让这个人 事先做一个tacombo assignment 就是例如说做一个很简单的网站 给他说明这个网站要什么样的功能让他自己去做 或者甚至有一些一个简单的网站的设计 已经给他把这个事情做出来 有这样的一种面试 那这个人如果做出来 那你可能就面试的过程之中 你再去问他针对他的点来问他说这个为什么你要这么去做 避免就是说他抄别人的作业 然后抄完之后过来找你面试 那他不知道为什么的话 那你面试的时候你就针对这些点来问他 然后他不行他就不行 这是一种面试的方式 就是先是做tacombo assignment 然后再根据tacombo assignment 去pull up questions 这个是比较能够去判断这个人的水平 然后第二种就是看 如果你想要招一些比较senior 或者比较lead的人 senior的人是不会花五个小时 十个小时给你做这个tacombo assignment 因为对他们来说 这个他们有很多的选择在手上 他们不需要花这个时间去做这个 就能拿到一个offer 所以这个时候可能你会更多的是关注这个人 就你会更问他就我个人的风格吧 这个每个人风格不一样 就是我会让他举个例子 他以前做过的一个事情 然后会一直挖下去 他就我们有个做法的five lines 就是他说一个事情你就问外 说一个事情你就问外 然后他一直往下挖 挖到哪一层他实在答不出来了 那你大概知道这个人的limit大概就在这 对不对就是这个有点是stress 就会create一个stress 所以等于说这个人可能会被我一直追问 但是这个时候比较好的去看这个人的能力 或者他的limit会在哪一层 这是我的就是对senior的话 可能这样会更加make sense一点 然后但是如果是一个senior 可能还是会问一些简单的 也不叫简单 就是会问一些系统设计的题 例如说我们现在我给他一个具体的scenario 就会例如说我现在做一个汽车加以网站 然后你怎么样去优化他 然后他给一个答案 然后我说假如说出现这个问题 你怎么去优化他 出现另一个问题 你怎么优化他 就会提在一个具体的一个业务场景之下去 问他一些具体的系统的想法和设计的问题 这也是一个比较能够衡量这个人有多senior的 这样一个一个策略 但这个其实很release to你们level在哪里 那就反正是大概一个这样的思路 后来这个人招进来之后 如果说首先我们招这个人肯定第一点就是要propation period 你如果要给他的这个signing bonus 或者是任何的东西 必须要propation period过了之后 你才会给他 这是基本上最简单的一点 然后第二个就是propation period 反正我们contract上面写完了 这个时候你任意fire 当然也就是make sure你在legal的范围之内 你可以去简化这个fire的流程 但是我们都说 就创业公司都有个说法 叫hire slow fire fast 一个意思就是你招人的时候 就尽量的去make sure这个人符合你的要求 但是这个人一旦在实际工作中一旦出现问题 你尽快要把他搞定 就不要让他再拖累你的进度 所以就是有时候 必须得有一定这样的决断力 或者说这样的破例 就是说我要fire这个人 就也很正常 因为行业人来人往 所以这是很重要一点 尤其是propation的时候 尽量能够去确认 去仔细的观察这个人的能力 看看他的缺点在哪里 强项在哪里 怎么样去 这个他要需要什么的effort 去让他成长起来这样子 然后如果你觉得这个effort is too much 或者说这个人有一些 本质上的一些问题 那这个可能要赶紧fire 这个我们之前遇到一个情况 就是一个人他 就我们总体这个signia QA 面子都好好的 没有什么问题 他进来了 然后我们进来之后才发现 他其实之前的那个公司 对他的评价其实并不高 那后来我们就总体观察了一下 发现那评价都是对的 然后我们当时把fire 但我这个流程也不是一个好的故事 因为最好是在做被调的时候 就已经把这一点找出来 然后就不会跟他签这个合同 但是签了合同之后 各种各样原因反正都是要尽快去做这个决定 那第二个情况就是这个人假如他不喜欢他走了 那我觉得这就again IT这个行业人来人往 所以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那他一旦提了要走 就一般来说都有two weeks notice 这个虽然是这样子 但是他一旦提出来了 然后他要走那你没有办法 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只能尽快开始找他的replacement 这样子 然后当然我们经常会有ex interview 就问他这个人说你为什么要走 或者说希望尽量听到他真实的反馈 这个事情有时候会有价值 有时候没有价值 完全取决你们revision是什么样子 所以但我觉得in general 这个人如果不make sense 就尽量快的把他搞定 把他搞掉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就是作为一个人 怎么去evaluate一个创业公司 就怎么去加入他们 我觉得其实这个首先第一点就是 每个人最好衡量一下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在哪里 我当时从亚巴离职 然后去创业公司 有一点很大的点就是我觉得 我实在不行回来上班 回来找个工作也还是可以的 所以对我来说我的风险能力 风险承受能力可能会比较高 那但是每个人可能要看自己的情况 例如说你身上mortgage 或者说你有什么whatever 可能一些固定的cost 那创业公司 他虽然已经可能有一个阶段 但是很难很难确定 关键的sales没谈下来 可能公司就崩了 或者怎么样CEO突然就说不好听了 CEO突然撞车去医院了 就闭关了三个星期回来公司不行了 这也是发生过的事情 所以不是发生在我身上 这是实际生实际生发生过的事情 所以就是很多风险 你是没有办法完全预计 你首先只能去看自己能够承受多少风险 所以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你的价值 你对这个公司的价值 或者说你为什么对这个事情感兴趣 可能说我在IoT的 我在IoT这个行业感兴趣 这个公司 就很多人可能是根据自己工作或者生活的经历 对这个公司做的事情产生很高的共鸣度 然后我觉得我想去加入你们 我就加入你们这样子 然后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原因 但是必须有一点就是要确认的 就是第一 你如果要做一个重要的角色 那你尽量希望是跟公司有股权 就是你的股权是体现了重要性的一点 然后通过这个股权也是offset你的风险 然后所以这个公司给你多少股权 或者说他愿意给你多少资源 这个事情其实挺重要的 他可能工资会少一些 但是他股权 就公司的股权是一个balance 这是一个compensation package 所以公司不高 他可能股权就得给你compensation 如果工资和股权都不高 那可能这个公司并没有很value你的价值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你去判断一个公司 其实它的行业 就你自己首先风险承受能力 第二就是它的行业 你是不是真的能够去commit进去 然后第三个就是这个公司 他对你的重视程度在有多少 这三个我觉得是比较关键的衡量的标准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我们刚才说了三个月的propation period 什么之类的 或者一开始你可能并不完全能够去fulltime commit 你可能先part time 给他contribute一些事情 然后再看看这个情况来转成fulltime 但我觉得总体来说 startup是一个要求你commute很多东西的事情 他不是说我现在我周末就给你玩热玩 或者给你一些代码就可以的事情 它是你它会逐渐的吞噬你的能量和你的情绪 和你的所有的energy的一个事情 所以你必须得是也得是一个有一定的情绪的处理能力 就是最好是能够去比较好的 有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去处理工作压力和创业的 这种未知性的一个方式去做 如果你其实可能不是一个情绪很稳定的人 或者说可能三分钟热度的人 我其实觉得创业这辆路不一定适合你 这是我个人想想 那Anthony是不是也分享一些自己 对本体这些问题的一些观点 好 对刚才和阳讲的就是说 应该算是比较稍微成熟一点阶段 那么我就还是讲些稍微初级一点阶段 第一个问题是去哪里找 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想找些没有太多经验的这个人群的话 那你通过个人的渠道 从学校里啊或者说周边 其实是有很多这种方式的 那么你想找一些就是稍微有一点经验 或者说你有特定的这种诉求的这种人 那我一般的经验就是 我去在类型上直接去找类似的人 去看他们的经历 然后去判断是否有加入的可能 然后直接去联系他们 我过去都是这么去 就是你看好了 你觉得你判断一下你觉得合适 就直接去追他 就直接去追他 基本上就是这样 第二个就是说 选择是否合适 那其实像 像技术比较低的话呢 那就比较简单 其实我们判断的就是一个学习能力 那如果说 就你给他的这些题目也好 或者是这些 这些怎么说呢 这个判断 你可以直接提前告诉他 你说 好我希望你去看一个什么东西 我希望你能在哪天过来面试之前 你做了什么样的阶段 到时候我们跟你去交流一下 这样你可以判断他的理解能力 学习能力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效 那第二个就是说 对于这个有一些经验的这个人群呢 那其实这个呢 我们说在沟通的时候 其实你既然是需要这样的人 那你就知道你需要他哪些点 那么你在他这些点提前做些准备 就是我们会去抓一些细节 这个细节就是你如果有经验 或者说你有这个 这方面的这个能力的话 你是一定避不开的 而 但这个有一个前提就是 你的这个现有团队里的人 必须也是有类似经验的 所以你才能做出这样的判断 不过这样也是合理的 因为如果你都没有这个判断能力的话 你去找一个就是所谓的有经验的这个技术人员 你根本就不知道他行或者不行 第三点就是说 对于说发现不合适的这个问题 这个我一般的经验就是说 那么就直接劝退 但是呢你劝退的时候是会给他一个分析 比如说我会认为 你是哪方面我的感觉是不合适 那么我觉得你在哪方面是可以 比如说你换个别的工作 或者别的行业 还是你不适合做这个东西 还是说你在这一块和我们的技术不吻合 那么总要有一个就是你觉得不合适的理由 然后你会帮他去做好后续的安排 因为当你去跟他谈的时候 你其实已经有决定了 然后你觉得那你去别的公司 可能你的技术站更合适 或者你的性格更合适 去积极的帮他去做这个准备 我觉得这个很有必要 至于说这个沟通上 我觉得就是做决定不要那么着急 因为其实很多人 就是随着公司的成长也好 因为你作为初创公司 初创公司你有很多的问题 是不利于他展现他所有能力的 那么其实有一定的这个就是 我没有义务去帮他去更好的去证明自己 去释放自己的力量 因为你在初创的时候 你的这个资源并不多 你招来一个人 其实会占用你很大的这个 已有的这个预算 所以说你轻易的来讲 要谨慎去招来 来了以后一定是判断你真的不行了 再走 因为团队的这种不稳定 其实不太好 那么如果实在是发现 你已经做了足够的努力 然后发现还是不合适 那么我觉得就尽快去做一个决定 和大家好好沟通 我觉得这个坦诚的沟通很重要 不要说些虚的套的这些 我觉得这个特别没有意义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 加入一个团队的时候 做哪些思考和判断 其实我的建议就是说 你要先想清楚 你加入这个团队 你的诉求是什么 比如说你是觉得我认可 你做这件事情 还是说我觉得我希望换一个环境去 更多释放我在工作中的 这个角色的这个占比 还是说我有一些什么 新的这些想法 我在这里是有机会去做的 那我无论是哪一样 就是一定能够说服自己说 我愿意去迈出这一步 因为其实像这种 怎么讲 创业公司也分很多种 有的你看 其实不会出太大问题 有的呢 其实真的可能明天说说倒就倒 那么这个风险 能不能承担的了 就是几个地方 都要去评估一下 然后额外要去看的 就是你和这个团队主要的负责人 你们沟通下来觉得到底 契不契合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其实 你花的是一段精力和时间 那么对你来说只要有成长 它总不是亏的 但如果你发现 一直要去很难的去相处 或者是在这过程中 你就别说你做出多少贡献 你这个相处都很 就是你包括对他们的这个公司的这个 文化价值取向这些 你都觉得不够合适的话 那其实我觉得压根就不要去 那如果你觉得这些都没有问题 那无非剩下盘算的就是说 待遇啊或者个人成长啊 只要在这些点上你觉得 好的情况不好的情况 你觉得能够接受 那我觉得其实也没有关系 但这的确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决定 我觉得其实还是要去考虑的全面一点 大概好像就是这几个问题 对谢谢 下一位是那个Alison 然后Alison举手了 看看有什么问题想问的 谢谢两位嘉宾的分享 我觉得刚刚已经有 就是Benny的问题 其实也涉及到我自己想问的问题 我觉得最后就是有一点就是说 刚刚浩阳也好 然后Anthony也好 有提到了说就是如何去判 招聘中如何判断 比如说像take home assignment 这些判断 那关于比如说性格或soft skill 或一些学习能力的方式的话 尤其是我们现在都是remote interview 或是在视频中能够观察到 信息会更有限 所以在判断就是应聘人的一些性格啊 soft skill 学习能力的话 有没有什么一些比较好的建议 来挑选出比较合适的应聘人呢 我觉得整个的现在remote这个culture 或者说这个situation 其实它有一个特色就是 这个人他在线上是怎么去表现的 他工作中在线上可能也是会likely 是相似的这个情况 因为你跟他的interaction也会在线上 所以我个人觉得说 首先以我刚才面试的这个策略来说呢 其实就会对他比较stressful 但是他在stressful的环境之下 可能会更容易的去暴露他自己的性格的本身的特征 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观察他的一个点 因为你在可能这个问题 你已经很challenging的时候 你可能会focus在这个事情上面 你可能就会更加less focus on pretending to be someone else to stay or not really east 这样的环境之下 然后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在 就是他比如说他交流的这个环节 那交流环节其实还是对于developer 还是很重要的一点 对不对 那所以他在remote这个环境 他不像现实的interview 现实interview我们可以让纸有笔 就有很多的东西黑板什么的 可以去帮助他communicate 所以他现实的环境之下 怎么样能够去communicate这一点 我觉得其实正好也是你在这个线上的interview的过程中 能够合脑体现的 就他遇到一个问题对不对 他要解释一个事情解释不清楚 或者你可能想stress他 他就他会得要费尽心思给你去解释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时候他的面试这个模式 其实很大程度体现了他怎么去在工作中 会去可能跟你去讲 我觉得可能主要是这几个 我觉得behavior question 有些程度上面是必须的 但是behavior question就是你问了他这个东西之后 你可能还是要通过具体的这个旁征 就面试中他具体的表现来reference 他是不是这样去做 例如说常见的一个面试的问题就是 你怎么处理你跟同事的conflict 对不对 他可能会说一大通 但是在面试过程中 在这个stressful环境之下 就有点像是conflict的一个环境之下 他具体怎么样去处理 跟你的communication这个方式 其实也这个才是他真正reflect 他怎么样去处理conflict这个事情 所以我主要是就这个我的方式 就是这样一套方式 他能够去fit这样的一个方法 然后我的性格和度 这个只能说我个人去这样去建议这个事情 也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够 或者说也适合这样的面试的风格 所以这个可能看看Anthel 你有什么更好的建议 我觉得这个首先刚才花杨说的有一点是对的 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和判断 所以这个没有什么统一的这种方式 但我可以分享一下我的一些 就我个人的一些常用的这种方式 因为我们现在是讨论这个soft studio 所以说我首先会跟他会谈两方面东西 第一个我愿意跟他聊聊喜欢的电影或者是音乐 那我觉得这个呢第一不会有太大压力 第二呢看到就是说他自己本身 对于生活中的这种交流啊 然后包括他个人的爱好啊 就大家很容易去了解的更多一些 这个了解的多的理由是 你像我们在交流的时候 能脱离出这种工作环境 那么如果你发现他依然是一个就是 比如说我们会在意什么呢 就是你会不会愿意去倾听 会不会抓住重点 会不会替别人去着想 这些东西其实在这种交流里面 是很容易能够去找到的 那么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蛮有用的 而且这个不会产生太多相互的压力 那第二点呢就是 你要可以直接跟他去聊一些实际场景下 对某些事情的看法 你比如说你像现在都是remote工作 那你就假如说你这个 我们白天这个工作时间啊 会不会比如说你愿意 你会不会选择晚上工作 白天也会有事 或者你这工作效率不高 你会怎么样 这种假设呢是处于 我们不好意思去明说 但实际上是很容易会出现的 那么在这里去问这些问题 其实不会有什么尴尬 反而能感觉出来这种是坦诚的交流呢 还是说就是一直是很套话呀 或者是怎么样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蛮有用的 而且你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 去表达一下你的这种倾向性 或者说你对某些事情 你的看法你觉得OK的 或者是怎么样 你希望我们公司的文化是怎么样 就在这种传递中 大家也会有一个相互的这种理解 那么在这两轮交流下来之后呢 我觉得基本上就是说 除了技术以外的这个层面 你可能会有些更多的了解 因为这个了解对你来说 一部分是理性的 一部分也是感性的 因为它可能会和你直接去 之后一起工作嘛 那么你觉得这个是挺舒服 或者挺好 那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反馈 如果你都感觉非常不舒服 或者非常无聊 那这个也会做一个盘断 因为你之后的工作中 大概率也会遇到这种场景 所以这也是我的一个建议 谢谢 Frank 陈有问题 那请Frank 提吧 好 谢谢你们的分享 我刚好就是想到了跟 刚才Alison问到相反的问题 就是我现在是 就是想招一些技术人 技术上门的人员 但是我自己呢 并对技术一点都不了解 那我怎么样通过我们的面试或者相处来了解 他到底在技术方面是不是很很专业很抢手 就是在一个不懂技术人的这样一个情况下 我怎么去了解对面的他的技术到底是否好呢 针对这个情况 其实我最大的建议就是 你从你身边或者你认识所有人员 找一个你认为技术最好的人 让他来帮忙跟你一起去面试这个人 我觉得这个时候靠你自己一个人去衡量这一点 不太make sense 也不太fair 对这个人 对你面试这个candidate 和对你来说其实都不太fair 这个就是我简单的回答 好的 谢谢 我是觉得这个问题的一个前提就是 你是要招一个技术负责人吗 还是要组建一个团队 如果你是组建一个团队 但是你前提也是得有一个技术的负责人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可能是绕不开的一个问题 对你如果说这个人也是你要招的吗 我想先确定一下 是是是是技术负责人 ok 那我的建议就还是通过你的人脉去找一个你认可的 然后呢这个人你不要看他履历 就是你要真的能感受到他 就至少你和他一起工作的话 你觉得他是能够能给你令信服的 然后让这样一个人去帮你去物色去找 但其实这个说实话实际操作环节对你来说很难 因为你不是记住背景的话 你身边的朋友很容易会让你产生他什么 这个很牛什么 但是他适不适合去分辨另一个人 我的感觉其实是至少我见过的里面都是比较困难 那另外一个建议就是说 如果这样的朋友你能有两个或者三个 你可以让他们都去 就想办法至少两个吧 就都谈一谈 看看这个判断是否一致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办法 因为其实对在这个场景下 你其实没有什么太多选择 就是因为你确实没法做自己的这种专业判断 你只能去多听一个建议 然后让他们先去帮你把这个技术的负责人 确定下来之后 再去找其他的人 因为帮你确定的这个人 他肯定不会长期和你一起合作 他可能就是朋友来帮你一次 所以一定避免就是 他看到的只是说 这人技术很强 但日后能不能和你合作来 他不管 因为他没有办法去判断 所以说你在这上面 就只能选择的办法 就是多听几个人的建议 你自己去做一个判断 然后你有意识的 让他们帮你去选择哪几个点 比如说 让他帮你看看这人的管理能力怎么样 沟通能力怎么样 成不成实 这都很重要 你比如说 你招了个技术负责人 就是很牛 老糊弄你 那你也没办法 人家履历也是真的 所以说这几个地方 你都是要去平衡一下 但总的来说 我觉得不是特别容易 如果你没有特别好的这方面 碰到我吧 其实刚才Anthony说的话 提醒了我一个case 就是这个是我Advice过的公司 他们也就是 这个其实有点取决于 你有多少资源去做这个事情 但是那个公司他们的做法 就是那个CEO反正也是不懂技术的 他当然就是能不能和得来这个事情 也是自己先面过了 觉得总体来说 就这个人是一个dreaming的人 他是一个诚实可靠的人 然后他可能根据他的描述 描述的过往历史 可能是有一定经验的人 然后接下来这个人 做了一个事情 就是他算是以合约的形式 雇佣了这个人 去给他做一个事情 这个等于说是一个项目 或者是一个小的 一个不是很大一个东西 有点像其实 像这个take-on assignment 但是instead of do it for free 就是这个人 他给了一个contract的一个价格 来做这个事情 那最后这个人 他的确能够完成这个整个的需求 那所以这个时候 他们就成为正式的come into a partnership 来成为这个真正的项目的负责人 那所以他有这样的 就这个项目不大 所以cost也不是很高 但是他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来有比较fair的方式 来互相了解的对方 然后包括刚才提到说 那么work on 因为我要你做这个项目 这个时候我们是closely working together 所以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 他就用了这样的方式去判断 但是这个点 首先是因为他也是只有一个candidate 因为他当时就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你有5个candidate 你有5个项目来做 这也不太make sense 所以可能还是somehow先通过 刚才可能Anthony和我分享方法 先大概neldown to 1到2个人 然后再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最后确定 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就是完全能够 就是能够我们能够很好的work to get in 好的,谢谢 这个frank这个问题我也稍微回应一下 就是说除了刚才他们Anthony的浩阳说这个 因为我也有原来有过这样的经历 所以我分享一点实际的就是说 首先我也希望你能够先判断一些 就是技术 就是你要做的这个技术 你要招这个技术人来 或者说这个技术在你现在创业项目里边 到底扮演多重要的角色 这一点其实也很重要 如果你说其实我这项目就是一个纯技术的 或者说技术扮演角色非常大的话 你就可以靠招一个人去解决这样的问题 我只能说你创业的风险是很大的 就不是说没有可能 但是这基本上是在碰运气 因为他们刚才说的都是具体解决方案 但我觉得这其实有一个大前提的 但是如果你说其实这个技术 或者这个产品 对我这个商业模式影响不是特别大 或者说在初期的时候 我不是需要技术多强 比如说我就是个电商网站 我就是要搭个电商网站出来 我就是做电商 要搭个电商网站 这个其实不是一个太难的 是简单 是说明基本上傻瓜式操作 都可以搭出来一个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在去找人的时候 你未必需要去招一个人 就是我很多年的观点就是 我不会跟我没有共事过的人 去走上创业的道路 就是说我可以跟你一起共事 咱们一块来去做点事情 这都行 或者说我出点钱 我请你外包做一个项目 哪怕你去兼职的业余时间 去做这个项目也可以 做一个月两个月 我也知道你去什么水平了 我想要的东西能不能去实现 这个过程当中 咱们也互相认识了 我还是觉得就是说 也别上去就是说 我就要去找个什么技术合伙人 这个其实也蛮难的 对吧 就像他们刚才 所以他们说 你很难对这个人 你没有跟他共事过 就是没有一块扛过枪 对吧 没一块经历过事 你其实很难去判断这个人 是不是能够跟你走很远的 所以最好的这种 一个是我觉得有两件 一个是你判断一下你的大前提 就是技术和产品 到底在扮演多重要的角色 是吧 在你的商业项目里 第二个就是说 是不是可以开始先从找一些人 就用合作的这样一个方式 哪怕可能会时间稍微慢一点 但是这种坚持的方式 然后去磨合一些人 去填 也会降低一些你将来 可能出现其他更大的问题的这种风险 甚至说我原来有经验是 我找外包团队来去做 然后在做的过程当中 发现外包团队里边的某一些人 是比较好的去识别 很多时候是做项目 但其实我一开始让他试着这个东西 能不能成 我都也不是抱那么大的期望 但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合适的人了 那我就把这些人拉下水 这也是一个可能会有一定 也是一个方法 稍微回应一下这件事情 好的 谢谢你分享 其他朋友还有什么问题呢 如果没有的话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 就是二位有什么比较难忘的这个招聘的这个经历 这个故事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或者你觉得特别奇葩的也可以 我讲一个好的吧 我们最早的设计师 然后只有两位 第一位呢也是当时就想找一个人帮着做一下设计 然后一直不太好找 后来就那时候是一二年吧 一二年一三年那时候 然后在网上各种找找找找找找 后来找到一个人的作品 然后想办法找他联系方式 因为那个时候包括微信啊 什么都不是现在这么流行 然后就各种想办法联系到 然后联系商 然后就约着聊 但那个时候还好 因为那个时候呢 只是相当于是帮我们做一点东西 然后给了一部分钱 但是他很快就预签证到期要回台湾 然后我们就需要找另一个这个设计师 然后另一个设计师呢 那时候还在读书 然后也是也是看到作品了 然后联系商 然后那个时候就先是从兼职开始 然后毕业后呢 他又要去一家大的公司 因为可能当时我们也太小 我觉得也没问题 然后一直这么陆陆续续的合作 然后在大的公司就是 其实也会有些他的一些问题 觉得发展啊各方面 然后呢 在这个过程中就是 也有想过去招募他 但是一直也是在积累 直到后来发现 哎我大概能提供的了 可能和那边差不多的薪水的时候 就邀请他加入 然后加入的时候就是包括 就其实那也算比较早期了吧 包括他后来的成长 包括后来一步步移民 就其实一直包括公司最难最难的时候 就我发现讲他的故事 其实听上去呢 是讲一个过程 从认识到最终加入 其实到现在有六七年的时间 但其实后来我回过头来发现 就是可能这是个人公司风格的问题 公司大多数人都陆陆续续是这样 就是能一直走很久 那我的感触就是说 你在选择一个人的时候 可能就是要花很多时间去做这个决定 但是如果一旦你发现这人合适 那么一路上就是大家相互去彼此成就的话 其实是能够走很久 而且这对你经历各种这种问题的时候呢 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财富 我们既然讲到技术人员 其实最害怕的就是人员的这种变动 频繁的变动其实是很很受伤的 所以说我的个人的感觉还是说 如果是这种能够长期合作的 或者是有这种可能的 我是如果说你要尽可能的去让这种关系 非常良性 这个对公司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财富 这是我的一个分享 谢谢 我个人在面试这个环节之中 或者说整个的这个招人招聘流程 其实两个事情 他们有相似性 第一个就是我当时去招公司的时候 他这个人是黑莓 senior developer 在黑莓十几年 因为我之前在黑莓工作过 所以有的黑莓的人还是挺有感情的 然后但是面试之后发现这个人 其实我后来面试完觉得有点悲哀 就是这个人他在黑莓里面待太久了 他已经 这个人他在黑莓可能很senior 或者做很多事情 但是他的senior有点像是 因为我在里面十几年了 所以成为这个senior 而不是因为这个能力在这里 所以成为这个senior 所以有时候很多大公司 就是他有这样的背景 也不一定证明这个人是一个很 很有能力的人 就是他可能只是因为在公司里面待了很久 然后就很难去被避免 就是他就成为了senior 这个时期其实release to 我去当时我在某个银行吧 我去面试 然后我当时是一个manager之位 然后面试过程中明确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现在你手上有一个员工 在公司很久了 老到你没有办法fire他 There's nothing you can do to this person 他没有productivity 但是你也不能把他怎么样 你怎么办 就所以其实这类的人在很多公司structure里面 其实很常见的一个事情 然后第二个事情就是我们后来 我之前也面过亚马逊出来的 但很早以前 四五年前也面过亚马逊出来的人 然后我们当时问的他一道 我们觉得很难的题 但是这个人答的特别好 我们就很surprise 我们就觉得这个人很厉害 然后就赶紧给他下我们最好的offer 然后后来 但是他当然没有接到 他去了另外一个地方 然后后来我们就我后来就去了亚马逊 我自己工作整个面试流程 包括在亚马逊也开始面试别人了 然后会发现 其实我们当时问他的道题 亚马逊里面exactly一样的问题也问了 所以这个人他本身也是因为他答的很出色 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个事情 对他来说他已经做过了 所以我的感觉就是 我们招人的时候看到有一个大公司的背景 包括我自己有 就是会有一个bias 就是可能觉得说大公司的人都很厉害 其实并不是的 很多人他可能只是在这样一个culture 或者这样一个环境之下 他进了一个公司 然后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或者背景 但是这个人的能力 并不是完全就被这个公司去repercent 反而我们现在招的senior人 我之前说过招了很久 没有招到这个人 我们当时很难的 然后后来现在招这个人 反而是一个startup理认的一个人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还蛮感触的 就是判断一个人真的能不能有能力 真的是一个挺难的事情 得到这个人 或者说最后招到这个人进来 现在这个人做得很好 对我很大帮助 我就觉得这事情非常挺 很多时候真的就是找工作就是靠缘分 或者找人就是靠缘分 是这样的 嗯 对我觉得说很多 其实有时候不是说 就一个人的发展 其实 不是完全靠他自己个人能力 很多时候跟他自己的这个一些人生际遇 或者说跟运气也有一些比较直接的关系吧 对 OK 嗯 那行今天看其他朋友还有还有问题吗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今天就就先到这里 因为已经两个小时了 我觉得还是那个非常感谢浩阳和那个 安庭里今天跟我们做这么精彩的这样的一些分享 其实我觉得两位应该还是有很多 很资深的一些经验吧 我觉得我们还是将来可以再找机会 再聊一些其他的一些话题 是吧 比如说这个 涉及到具体的团队管理啊 涉及到另外的一些 或者甚至是更偏技术的一些话题 我们将来都有可能去做一些更多的一些探讨 那我觉得今天还是应该再次感谢二位 是吧 嗯 行 那看如果没有什么别的话 我们今天就先到这儿 好吧 那再次谢谢两位嘉宾 也谢谢各位来参与的朋友们 好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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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那个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微博 没有微信 关注我们的podcast 还有YouTube频道 然后meetup 以及相关的那些平台 有新的活动 希望大家都参与 好吧 那就像这样 那我这边也就 也就挂掉了 好 谢谢